你敢相信一个能在太平洋上 蹦搭了一个星期的人 到了大城市却没钱吃饭 差点流落街头吗 我叫段云 一个有点东西的普通人 第一次到大城市的 我正欣赏着这里靓丽的风景线 而我的肚子却不合时宜地叫了起来 哼 要不是用内力撑得早就饿死 在太平洋喂鱼了 好不容易到了这 奈何自己身无分纹 正当他感到无奈时 看到了一张饭店的招聘广告 一时没有去处的 他便想着试一试 看看能不能混好饭吃 于是段云按照招聘信息 找到了饭店地址 刚想走进去 就被门口的两个大汉来 并被恶狠狠地警告着 小子今天不做生意 没点眼里见 不知道里面正在办事吗 哪来的回哪去 见此情形 再加上这两人的态度 段云似乎明白了 里面可能正在做一些 记不得人的事情 但他却没有要走的打算 虽然不想多管闲事 但他们好巧不巧 选代我要运聘的人 既然让我遇到了 那我便管一管 这些个地痞流氓吧 大汉见他还是 一动不动地就想上去动手 我说你小子听不懂是吧 哪知话没说完 就被一把甩到了对面马路 段云看着背下的 瑟瑟发抖的大汗 语气冰冷 真是适风日下 人心顾骨 光天化日就敢当街作恶 而且我最讨厌 动不动就要动手的人 就当这是给你们点小成绩了 饭店内 光头墙正对着一名美女 运行不轨 美女则只能拼命挣扎 呐喊 就当光头墙以为 今天势必得手时 一道声音从后面传来 喂 放开那个女孩 光头墙被人打断后 非常不爽 看着眼前的少年怒喝下 你是谁 虚然敢坏爷的好事 还有门口那两个逗逼呢 连个门都看不好 留着有啥用 段云则目光冰冷地 看着光头墙 指了指身后 眼里扬溢着自信 你是在找他们两个吗 光头墙看着眼前 不断挣扎的美女满脸兴奋 你喊呀 你就算喊破喉咙都没人 来救你们 正当快要得手之计 却被前来应聘的男主 给搅黄了 气急败坏之下 光头墙召集手下 就要把男主给废了 然而下一秒 他的手下就全都废了出去 只剩下他一人 在风中凌乱 此时的光头墙 已经没有之前的狂妄症 瑟瑟发抖了 不过作为大哥 该装的逼还是要装的 即使知道眼前的少年 不好惹 但还是壮着胆子 喊道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话没说完 就被段云一巴掌 抽了过来 你是谁我没兴趣 人高马大 欺负你 我们该打 说吧又是一巴掌 我最看不惯这种勾当 该打 紧接着又是一巴掌 你头上没有头发 闪到我来该打 还有我本来是吃饭的 以防碍到我吃饭了该打 又是一巴掌 光头墙 此时已经被揍成了猪头 慌忙跪下求饶 大哥 我错了以后再也不打 别打我的球球了 哪知男主又是一巴掌 作为一个男人 这么没有志气该打 不过看你这么诚恳的分伤 我给你个机会 让你告诉我你是什么人 你刚才不是一直在问我 知不知道你是谁吗 现在可以说了 光头墙虽然憋了一肚子 但他也不傻表示 您就当我是个屁个给放了 我保证以后 再也不会出现在您面前了 段云看着身后的美女 道你还算聪明 不过你刚才欺负了人家美女 这是要问下人家愿不愿意 光头墙 一听马上连滚带爬地 跑到美女面前 磕头道歉了小姐 我也是一时糊涂 才会做这种傻事 您大人有大量就放过我 我保证以后 再也不会骚扰人家 美女见状有些慌张 这这么就让我做决定了呢 该怎么办才好 这个流氓头子 居然在向我道歉 在感到不可置信的同时 他也明白 这些都只是暂时的 这些人肯定还会找上门来 恩人就算在能打 也都不过他背后的事 不能连累恩人 看来过了今天 自己就要离开这座城市了 于是强忍着 不甘开口到内 不如放了他们吧 段云也看出了其中的端倪 也不好多说什么 好 既然美女开口了 那我也就不追究了 不过你们来这里 闹是耽误了生意 还有这位美女 和我的精神损失费 医药费以及营业费 你们是不是应该赔呢 说吧满脸慈祥的 看着光头强 这 恨么的明明受伤的是我们 这男人比我们 混黑社会的还不讲义 看着人处无害时 则纷纷动摇明明 想到此强哥忍不住 留下了艰辛的泪水 一开始嚣张跋扈地 光头强 此时被男主要求赔偿 竟然话都不敢说一句 只能老老实实地 按照要求自作 段云见光头强妥协 便转头问美女 她来这餐厅 骚扰你多久了 我好算要赔多少才合理 美女猛逼 这怎么又问我了 赶紧送走 这群人就不错了 还敢有钱 见众人目光都看向自己 最后还是战战兢兢地说 我上个月才开的餐厅 得嘞 那就直接按两个月来算吧 加上这里地段不错 你们不捣乱的话 估计您赚不少 一天就按一千来算吧 加上我和这位美女的精神 损失费和医疗活 给你打个折一共十五万吗 我靠 十五万 你怎么不去抢 虽然说我不缺这点钱 但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段云见此又摆出一副笑脸错 是好过去抢 快点给钱办一共十六万 早点给钱早点解脱 我不想看见你们 光头强猛了 大哥不是十五万吗 怎么多了一万 文言 段云表情一变 要不再涨一万 光头强彻底慌了 眼前这人就不是能好好说话的主 别 哥哥哥 十六万就十六万 马上给了 转过头大喊 你的老六还不快点去车上拿钱过来 没一会便递过来一只粉色的存钱罐 你特么逗我了 这里面有十六万 光头强为了不再挨揍 直接举起存钱罐就往地上摔 原来里面放着一张银行卡 随即笑呵呵地交给了段云 哥 钱在这里 段云接过银行卡 真亏你想到这种办法来存钱 正常人属是想不到 那好 既然已经赔偿了我们那就赶紧走吧 别耽误我们做生意 如果想报仇也可以来找我 我不介意再多收点钱 众人一听可以走了 如是重负 笑呵呵道哥 你放心 我们不会再来找您麻烦 我们现在就走 拜拜了你 光头强等人一走 美女就靠上前来想要答谢段云 哪知段云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答谢就不必了 能不能给我弄点吃的 我好饿 美女见段云这般模样扑斥一笑 本来还以为是个难相处的人呢 没想到还蛮有趣 整个人轻松了不少 没问题 没一会段云便把桌子上的东西吃得干干净净 谢谢你救了我 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 段云则回答你已经报答我了 你的安然无恙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这一顿撩 美女的脸部惊异红了起来 好帅 但又感觉哪里不对劲 那个 我叫李叔 请问你叫什么 我叫段云 请多多关照 风和日丽的正午 街上一片祥和 突然出现的一群有志青年瞬间成为了万众的交统 卧槽 黑社会 快报警了 吃瓜路人无语了 特么的 你们不就是警察吗 两人顿时一尬 对哦 我们就是警察 怕什么 真是离得大吧 此时 餐厅内政传出奇怪的声音 书姐刚开始会有些不习惯的 但慢慢就会好了 拜托了 请收下 可是 这太大了 我怎么好意思 啊 不行 不行我不能 原来两人因为银行卡的事情已经僵持了一个小时 书姐 这是赔偿你的 开店这么久都没能好好做生意 就当是他耽误了生意给你的赔偿吧 再说以后我也是你的员工了 以后还要给我发工资礼 这规模虽然不大 但服务员起码是要两活 再说我要的工资也不低 你就收下吧 李叔见推托不掉便只好收了下 对了 不是包吃包住吗 我住哪里呢 李叔这才想起来招聘广告上面写的是包吃住 可是原来租给员工住的地方因为光头墙的原因已经退掉了 思索再三后缓缓开口 你以后就跟我们住吧 段云脸一红 这不会是被我英勇的行为征服了吧 没想到做英雄还能白捡一枚米 见段云一脸吃相 李叔赶紧补充道你别多想 我和我妹一起住的 刚好有个空房间给你住进去而已 段云一脸失落 我就知道 从天堂到地狱只需要一瞬间 这时 餐厅门口被踢开 一群有志青年浩浩荡荡的狗子进来 为首男子目光冰冷死死的盯住前方 是谁这么大的胆 连我们林邦的小强都敢打 给我滚出来 这群有志青年的突然上门 让李叔一阵恐慌 是林邦 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来了 早知道应该早点走了 现在该怎么办 哪知下一秒段云就笑嘻嘻迎了上去 欢迎光临 各位是来就餐的吗 这一操作直接把李叔整懵了 我说大哥他们这架势哪里像是来吃饭的 为首男子阴沉着脸你觉得吗 段云这才意识到自己唐突了 这么多人来餐厅不是吃饭还能做什么 赶紧把菜单递了过去 这下不仅是李叔在场的人都猛了 这小子是奶跟金不对 看不出来我们是来找事的吗 这时人群中一个光头 哆哆嗦嗦地站出来指着段云大喊 就是他揍的我 说吧便露出一副阴险的嘴脸 呦这不是小强吗 段云来到那刚才给他送过温暖的光头 身旁拍了拍他的肩膀 就知道你已经摆过自心 老老实实做人了 没一会功夫就带了这么多兄弟过来捧场 真是好样的 光头强想起段云的手段 也没了刚才那副嘴脸 态度异常端正了起来 小子你看不出来我们是来找事的吗 我们是林邦你知不知道 自报家门后 众人当即露出一抹嘲笑 因为林邦在本地也算赫赫有语 听到林邦这个名号一般人 早已经被吓得魂固首射 他们坚信眼前这个傻巴鸡的少年也不例外 段云一脸惊讶林邦 林邦是个傻 随即一脸问号地看向李叔 众人无语了 这小子居然真的不知道 经李叔小声讲解后 才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瞬间宛如圣人将士般看着众人 就算是黑社会我们也不会歧视你们 黑社会也是要吃饭的 小强都能改邪归正 我相信你们也可以 吃饱饭才有力气感造势吧 众人顿时被亮下了眼 我怎么好像有一股罪恶感涌上心头 这 我好像看见了有人向我伸出了普渡之手 卧槽这耀眼的光辉 搞得我睁不开眼睛了 来各位害虫请点餐吧 这和刚才那模样完全不一样 摆明了戏弄我们吧 老子差点相信他的话了 靠 光头强看见段云成功把人弄火 当即火上浇油 你们看他这么嚣张 不把小弟我放在眼里就算了 居然还把各位哥哥耍了一点 正不给他点掉讯说不过去 随即又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了李叔 哐当一声 光头墙边穿过了窗户飞到了马路边 亏我以为你改过自新了 没想到你还是老样的 你这样可是让我想起了一些不好的往事 两位警察正火急火了 赶往他们上司的办公室迎接不好的 什么事 你们两个别老是一惊一乍的行不行 一名女警官表情冰冷的看着两人到 只见两人吞吞吐吐的说了半天 也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女警官当即一人给了一巴掌 两人瞬间充满了激情一口同声道 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两个在街上巡逻 看见邻邦声势浩大的往一个地方 估计是又要闹事了 女警官听完直接暴怒了起来 一拍桌子又是他们 这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啊 叫兄弟们带上家伙 我们去教他们做人 此时段云这边已经被邻邦的小弟包围了起来 刚才的动静让旁边也聚集了不少吃瓜群众 邻邦老大件事情弄大了 不收拾一下他以后邻邦势必难以服众 必须要把面子拿回来才行 随即招呼小弟就少 段云见此周身气息暴涌 眼睛中闪过一抹寒光 接下来就是个人秀了 一时间惨叫声连绵不断 把围观群众看得是目瞪口呆 眼里满是不可置信 不久后警察也赶到了现场 女警官雷厉风行地大喊 所有人都被我蹲下 男的靠左女的靠右 有哪个想爱枪子的就站着 闻言 吃瓜群众纷纷到头蹲下 只剩一人还站在原地 仿佛在思考着什么 并没有听到女子的警告 女警官走过去怒吓 你小子耳朵是不是不好使 叫你蹲下听到没有 然而话没说完就被眼前这一幕给惊呆了 这一切都显得那么多不真实 只听到眼前这名少年那淡淡的声音什么事 女警官很快就反应过来 举起枪朝段云大喊 举起手来 段云眼里寒芒在线 没你你这样很不礼貌知道吗 女警官收起枪一脸不屑你给我闭嘴 你们这些人我看见就来气 老是搞七搞八的和下水道的老鼠有什么趣味 说罢就朝段云踢去 哪只却被轻松挡下 就这 女警官一惊 赶忙把脚收回再次蓄力踢去 看你怎么打 然而下一秒又是被啪啪打理 她的攻击再次被轻松化解 女人这么暴力可不行 胸会变形的 好家伙这一招看似攻击力不高 但实在心里打击满分了 这一幕不利盈的在场众人纷纷拍手叫好 连林邦都忘了他们是来找事的 点起了赞 留白 女警官脸一红 见拳脚功夫不是对手赶忙掏出了手枪你居然 我要杀了你这小子 段云可没有心思开玩笑 冷冷到看着眼前的女人故事好等 再扣动扳机的刹那 子弹却凭空消失了 段云与他擦肩而不缓缓扔出手里的子弹 是不是很奇怪 这东西为什么会在我边 今天让你明白一件事情 这东西不是对什么人都管用 而且我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再有下次 至于我有没有闹事 你可以问一下他 这位兄弟叫伯哥是吧 麻烦你和这个阿姨解释一下刚才这里的情况吧 伯哥一听这小子也是想大事话 小事话无二 而且还能卖个人情 立马来的精神 这种打交道的事情我最在心 当即表示事情与这位先生无关 我们只是来吃饭 吃饱了就想找点事情玩一玩 没想到动静到这么大 态度极其嚣张 结果可想而知 在我们这位脾气火爆的女警官面前 这不是找做什么 此时他的眼里只有段云 你必须跟我们回去玩 一副不达目的事不罢休的样子 那个警官 这事情确实和段云无关 是他们先来闹事的 我可以作证 麻烦通融一下 李叔走出来解释道 女警官觉得段云和林邦可能有些关系 加上刚才的事情 多少存在点私人恩怨 所以并不想就这么放过这个小坏人 态度强硬 小姐事情我们会查清楚的 至于她流氓一个 希望你离她原点注意安全 但李叔还是努力地为段云变解 看见才认识半天就这么关心自己的书记 段云也不想再给她找麻烦 于是爽快地管是自己愿意接受调查 并让李叔放心 自己会没事的 转过身道走吧 警察同志 段云被一声不响地关在房间里 这和想象的不一样啊 有没有人 我都被关半天了来个人礼礼好吗 这时房门被打开 两人对着段云道 小姐 道你了跟我们走 很快她便被带到了另外一个房间 里面坐着的是刚才那位女警官 正热情地向她招手 段云一脸无语 怎么又是你 殊不知后面的门已经被锁了起 三人当即表情一变 笑嘻嘻地看着她 相视几秒后 女警官开口道姓名 性别 哪里人 身份证号码 我叫段云 性别这不很明显吗 星云是人 身份证没有 好啊 没有身份证还敢动手 还真是了不懂 你到底是什么人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不然有你小子好受的 段云当即竖起大拇指 我是路见不平的好心人 路见不平一声吼 该出手时就出手 我就是五星好是你 三人一听露出一副嫌弃的眼神 我靠你们也否觉得太快了吧 看不起谁 女警官看着段云 我不管你是谁 栽在我手里算你倒霉 等着蹲耗子吧 段云则解释我这叫滋味 自卫不犯法 是他们先找的麻烦 三人见段云不承认 眼神一变难道那些人 是自己无故倒下的 你最好配合工作 我们是讲道理的 段云像看傻子一样 看着三人 我劝你们耗着问 小子你很嚣张嘛 快拿本子垫他胸口 这样就可以使劲 可以他也没什么问题 我知道了 你别催行不行 让你得罪我们云姐 看我们怎么教训你小子 乃至下一秒棒子 就到了自己队友脸上 画面静止 我靠 你是K他还是K我 段云乌鱼 我就说不要动手嘛 何必呢 臭小子敢看不起我们 又是一棒子挥了过你 毫无疑问这一下 又结结实实地 搞到了队友身上 直接来了个 三百六十度旋转后 静止砸向了自己 看着躺在地上的两人 这难道就是 传说的猪队友吗 女警官顿时兴奋了起来 跑啊 最佳一等 这下看你怎么跑 段云慌了 没想到这人这么无耻文靠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动手了 女警官淡淡回答 两只 就在两人争吵时 门口传来的声音 原来是所长的 旁边居然还有个美女 小秋啊 段云先生已经被这位女士保释了 快别闹了 女警官咄咄逼逼人地 看着眼前的美女 你是谁 哪只美女理都没理她 直接就朝段云走去 您没事吧 段先生 段云则表示自己没事 请问小姐怎么称呼 抱歉现在还不适合告诉您这些 您已经被我保释了 随时都可以离开阵楼 段云也不管这么多 到了谢就往门口 还不忘了回头嘚瑟了一些 随后就屁颠屁颠地跑了出去 出来后段云就在思考着 到底是谁这么快就收到了消息 这人看来不简单啊 算了 冰来降榜 水来土演吧 忽然一句声音传 段云 你没事吧 来人正是急冲冲赶来的李叔 叔姐你怎么来了 段云笑了 李叔气喘吁吁地说不好意思 都是因为我才把你卷进来的 段云赶忙打断 不要这么说 叔姐你可是很明 都是我自愿的 再说以后我还得靠你吃饭吗 李叔文言欣慰地笑了 段云也是 看得出来叔姐是真心实意地对自己好 好久没体会过这种感觉了 好了 叔姐我们回去把餐厅收拾一下吧 生意还是要继续做的 好 第二天他们便满大街地发传单招人 乃至效果微乎其微 就当两人以为招不到人的时候 一小伙找上门来 请问你们还招人吗 招 两人瞬间两眼放光 好吃好喝地招待了起来 看着热情的两人 小伙感觉有些不对劲 还以为自己进了什么不得了的地方 没一会两人就自我介绍了起来 看着如此热情的两人 小伙顿时也没了一路 这么好的老板该去哪里找 当即表示自己叫剑宁以后 就跟着你们干了 希望多多指教 对了 为什么店里没人了 是因为暂时打烊吗 段云李叔两人文言笑呵呵地解释了起来 原来如此 听完解释剑宁把腿掉了 却被段云一把抓住 你这家伙刚才还说跟着我们干 怎么突然变卦了 剑宁剑跑不了编一本正经道 本人做事从来不会违背三大原则 第一从不惹麻烦 第二从不惹非常大的门 第三只要是麻烦我都不惹 两人无语了 但李叔还是想挽留一下 哪知再次被拒绝了下来 李叔挽留无果 最后还是对他的行为表示理解 虽然很厉害 但我尊重你的选择 希望你以后每一天都快乐 见您再次被感觉 这么漂亮而且善解人意的老板 该去哪里找 过了这村就没有这店了 干 当即跪下磕头道 请务必收下我的膝盖 哪怕没有工资我也要留下来 段云吐槽兄弟 我听到了你的原则在哭泣 就这样店里凑够了三人 并开始了分工合作 有李叔 见您两人出去买东西 段云则神秘兮兮地表示 自己要留在店里有事情了 正当李叔期待着以后的时候 电话响了 电话那头传来威胁的语气 你妹妹在我们手上 段云把餐厅整理得干干净净 正满怀期待地等着李叔回来夸赞他 但等了许久见两人还没回来 便以为有什么事情耽误了 于是等得无聊的 他便屁颠屁颠地跑去隔壁 想接玩游戏机群 而此时的李叔 见您两人因为接到电话后 就火急火燎地赶了过去 现在正在某某娱乐台球场合 里面的一群混混对峙者 见您明显慌了 他哪里见过这家人 而且这情况一看就不妙了 没想到第一天上班 就遇到这种事情 绝 这是一个萝莉装扮的小女孩 被拉了出来 嘴里正大喊着姐姐 李叔见状就要冲过去 却被混混地拦了下来 你就是这小丫头的姐姐 李叔看着几人虽然害怕 但他还是鼓起勇气地喊道 没错是我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快放开我妹妹 混混一脸猥琐地盯着李叔 你妹妹的同学打求说了 把她压在了这里 现在你们有两个选择 要么给钱把人带走 要么你懂 剑林也听明白了其中一事 虽然他耸 但是他见不得这么好的老板被人欺负 站出来大声露斥着众人的行人 想要维护李叔 哪知却被一巴掌打飞出去 李叔慌忙跑了过去 一时间尽不知道如何是好 只见男子满脸不懈地盯着 趴在地上的剑林 你小子 我说话的时候你插什么嘴 然而他并不知道的是 段云此事正在来的路上 现在的他有多嚣张 等下就会有多惨 眼前这群混混正贪婪地盯着李叔 为了让这件事变得更有趣 混混头子便提议这样吧 既然是因为赌注引起 那我们就来玩个游戏好了 赢了人带走 输了你就要答应我们一个 无理的要求你看怎么样 李叔陷入了沉思 这摆明了是想要再戏弄一下自己 可是又能怎么样 这时候他多么希望有人能站出来 帮他处理掉这些无赖 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办才好 见李叔不说话 混混头子则想继续强迫他 快点做出决定 态度更加地咄咄逼人 迫于压力李叔只能开头 虽然不知道他们欠了你们多少钱 但我会尽量补上的 希望你们高抬贵手 要还钱是吧 混混头子颇具玩味地 让小弟开始算账 最后得出来的数目 居然高达一百万 听到这个数目后几人彻底呆在里 很明显这是不打算放过他们而胡乱抱的数 但他们又无能为力 弱小只能被欺负 李叔贪坐在地 咬牙道放他们走吧 我留下来 死话一出 混混头子一脸猥琐地靠了上 遗憾了 你现在只能陪我们玩游戏了 你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说吧 其他混混也围了过来上下打量着李叔 被几时双贪婪的目光盯着 李叔只感觉浑身无力 眼里满是无奈与绝望 就当他以为要落入魔掌时 一道声音传来宛如一束光 直接照亮了眼前的黑暗 李叔缓缓转过头去 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 来人正是断云 你们也太不够意思了 出来玩游戏也不知道叫上我 说着便走上前来一脸微笑 要玩什么呢 这么多人 我也要加入你们 李叔见断云来的顿时有了底气 不过也感到好奇 你为什么会知道我们在这里的 见您也觉得奇怪 为什么你就能这么精确地找到我们的位置 而且还出现得这么及时 断云为了掩饰自己想要出来 偷偷打游戏的尴尬 随即一本正经地解释了起来 我在店里等你们等了这么久都没有回来 于是着急地四处奔跑去寻找你们 后来刚好听到见您的求救声 然后就找到你们 见您飞着脸表示不相信 你说四处奔跑的找我们那 为什么只是在店门口转圈圈 还有隔了这么远你还能听到声音 你是顺踪儿吗 你这家伙真的有在找我们吗 就当见您想要继续对的时候 李叔说话了我相信断云 他不会骗我们的 断云听完一脸惊讶 也许是受不了内心的谴责 沽通一下跪倒在地 疯狂道歉了起来 对不起 我再不自己偷偷出来打游戏了 得知真相的见义 又和断云吵了起来 混混头子被忽视了这么久 终于忍不住了 当我们是空气吗 还是看不起我们 把这个新来的小子给我扔出去 断云瞬间越过两人 把他们紧紧固在身后 看着来是汹汹的众人 李叔害怕的直接闭上了眼 当打斗声消失后 才敢缓缓睁开眼睛 只见一拳断云 便把冲上前的混混全部打飞 两人都被这一怒震惊到了 居然只是一拳救了 混混头子见此也慌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们怎么老是动不动 就喜欢问别人是谁 问不出来就要动手动紧 最尴尬的是又打不过 何必呢 我靠 欠战还钱天经地义 这小丫头可是输了一百万 还钱啊 这事就两千万 我没有 是他们三个输的钱 然后说成是我 我可没同意 听到没有 是那三个小子的账 你爱咋弄就咋弄 拉去做鸭都行 那只是你们这件事情 混混头子见说不过 只能拿铃钢出来说事 断云无语了又是铃钢 自己刚从局里出来 可不想这么快又进去 说办要怎么这件事才能算 混混头子一看游戏 我们来赌球 赢了你们人带走 今天的事情既往不救 输了你们全部都要留下来 给爷玩弄 怎么样 断云一听 幽居然敢和我对你 立马答应了下来 建民则是慌的一批 喂 好歹问一下我们的意见 李叔看见断云这么自信 还以为是台球高手 乃至下一秒便被打脸了 只见断云一脸憨憨地转过头 问那个台球应该怎么打 看着信心满满的断云众人 都以为他是个台球高手 以为这不稳赢了 但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 无奈之下还是建宁站了出来 一开始断云还有些吃惊 但是看到建宁那坚定的眼神 后瞬间放心了下来 混混头子看见是刚才被自己打趴的人出来 或有些嘲讽 小子你行不行的 可别手软了搞得你们都走不了 建宁缓缓拿起球杆 一杆就是两球入账 我曾经有在台球场工作 学过两招 对付你们这些渣渣足够了 于是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建宁不负众望 大发神威 随着不断的进球 已经接近了胜利 段云和李叔此时已经荒乎雀跃了起来 建宁听到加油后脸不禁红了起来 看我的吧 刚才的耻辱我一定要找回来 混混头子见形势不对 就朝小弟使的引字 小弟也是心领神会 音笑了起来 小子有点东西啊 但终究还是太年轻了 想在我们的地盘赢球 简直白日做梦 就在建宁聚精会神的打最好一杆时 一个不明物体顿时打到了他的脸上 使得这一杆没有控制好角度 就直接打了出去 建宁脸一黑 心里感到无比失落李自责 混混头子走过来讽刺到 年轻人就差一点就能赢了 可惜了 你没有机会了 今天给你看看什么才是一杆到底 看着比分不断逼近 李叔有些慌张了 而段云则是冷冷地盯着这些人 刚才的一切都被他看在眼里 打不过就完音了 果然就不能和这些无赖讲道了 很快混混头子也剩最后一球了 更加变本加厉地嘲讽起见你 在千军一发之际段云果断出手 把球直接打歪了 真遗憾了 你也是差一点点就能赢了 混混头子虽然感到意外 但还是有信心赢的 你们看看那小子现在的状态 我这失误也只是个小插曲罢 他现在估计连球杆都不敢拿了吧 哈哈 此时剑宁还在深深的自责中 都是因为我的失误才会 就当他还在责备自己时 段云一把搂住他的肩膀当 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扛 你回头看看不是还有我们吗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你不是不会打台球吗 剑宁猛了 不过很明显状态已经比刚好好了很多 段云则表示放心吧 刚才看你们打我都明白了 小意思吧 混混们见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家伙要少 更加的不屑了钱 只见段云拿着球杆看向混混 你们这些渣渣 一次又一次的想要伤害我们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这位一赶见底的男人是个天才 本来对台球一窍不通的他 居然只通过观察两次比赛 就能使球技变得神乎其神 一出手就直接惊验全场 就在刚刚随着段云一杆打出 球在桌子上不停移动 瞬间所有的球变都落到了网络 让这场不公平的比赛彻底没了悬念 众人被这一目惊得合不拢嘴 这泥马太挂了吧 混混头子更是感到不可置信 呆呆地看着眼前的男子 段云冷冷到好了 快放人吧 愿赌服输 小萝莉也是直接挣脱开抓他的手 跑向了李叔 李叔抱着妹妹 见妹妹安然无恙顿时开心地向着海 段云和剑宁也是不禁笑了起来 就在几人准备离开的时候 混混头子发难了响你 我可没同意呢 小的们给我上 把那两个男的干掉 你的留下来 段云变得极其享受好了 本来你们按照约定乖乖放人 我还不好意思拿你们粉业 现在正合我 没一会儿 混混们便被打得满地整个 瑟瑟发抖 此时混混头子正跪在段云面前拼命地求牢 哥 我错了 以后再也不敢了 请放小弟弟一条生路 行啊 想放过你可以啊 你们三个快给我滚过来 想要溜走的三人顿时被吓得一击灵 瞬间就跪到了面前 大哥 这些都是孙昊他指使的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看上了月娥的姐姐而设的局 我们都是被迫了 放过你们可以 不过我给你们两个选 一是你们三个美人来抽他三十个耳光 抽完之后什么事都没有 二是我报假 拐卖 诱骗 囚禁 勒索什么的罪名足够你们蹲个十年八年了 你们自己看着办 孙昊狠狠地盯着三人 敢动手 你们知道后果的 三人一时不知道如何是熬 看几人不敢动手 段云又给了个新选择 你们换过来也行 你打他们美人五十下 这件事也可以算过去 孙昊一听立马来劲了 就这个吧 想都不要想的 就当孙昊美滋滋地想要动手时 却没想到被三人先干了起来 这波蜀事没想到 小兔崽子们 老子跟你们没玩 段云一脸轻松地向三人躲背去道好 我们回去吧 在解决众多麻烦之后 段云终于住进了李叔家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刚进门就看到了如此刺激的一幕 理解之流 就在刚刚和剑林分开后 李叔才想起来 还没有给段云收拾好原本让他住的房间 于是便赶紧跑回去收拾 李叔的妹妹月娥 现在已经成了段云的忠实粉丝 一把抱住段云就叫起了紧 这一叫把刚跑开不远的李叔弄得脸 快速涨疯了起来 但他并没有停下来反对 段云也为李叔的行为感到好奇了起来 一小时后 段云便和月娥回到了他们住的地方 一推开门就看到了如此香艳的一幕 强如段云都忍不住澎湿的鼻息 李叔万万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会来 所以才会像平常在家一样吃的东西 这弄得他面红耳吃得赶紧跑回去换衣服去 月娥则是不断地偷笑 他已经胆心里认同这个姐夫 这刚好可以促进他们之间的关系 何乐不为 晚上 段云静静地躺在床上 对月娥这一声又一声的姐夫陷入了沉思 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身台和李叔不相上下的美女 正和他一起嬉闹的场景 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缓缓睡去 很快到了早上 段云刚起床就又看到了让他血脉喷脏的一面 我靠天天这样着水底不住我 李叔先是一愣 但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他又忘了段云已经搬进来的事情 刚想躲回房间 这时月娥刚好走得出来 笑嘻嘻地喊着姐夫 李叔则是慌忙地喊着衣服衣服 经过一些小插曲后 他们终于来到了餐厅 看着新的名字 段云和剑林都感觉有些无语 只有李叔在尴尬地笑着 于是三人就这样开始了第一天的生意 原本以为生意应该不错的他们 愣是等了半天都没有一个人来吃饭 三人忍不住讨论了起来 可能是因为林邦的原因 才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 这刚开始难道就要凉凉了吗 就当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 段云思索片刻后邪魅一笑 既然是因为林邦 那么找他们帮忙不就行了 见你我们走吧 此时身处KTV中的伯格只感觉背后一两 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 眼前这位威风凛凛的人 正是金云市赫赫有名的林邦大哥王伯 而此时他在这名男人面前 却也只有瑟瑟发抖 就在刚刚 伯格因为之前被女警官踢弹的缘故 导致后来那方面不怎么理想后 正悄悄悄地找医生治疗 没想到 当年威风凛凛的我 居然会落得如此下场 这要是传出去我还有什么面子当大哥 正当他想偷偷地哭一场时 一群小弟直接破门而入 伯格大惊 是谁 敢在老子地盘闹事 干 态度十分的强硬 但当他看清来人后却又瞬间软了下来 云 云哥好啊 怎么有空来串门也不通知医生啊 我好去接你 段云笑呵呵到有件事情想要找你帮忙 不知道有没有空 云哥说笑了 有什么事尽管说 小弟当牛做马亦不容辞啊 看你这态度 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的 下午 两人神秘兮兮地盖着李叔往餐厅等去 见您小心翼翼地和段云进行眼神交流 那个伯格真的靠谱 大老族家黑帮的确定能把事情做好 段云眨了眨眼放心 他不敢乱来 但愿如此吧 终于李叔在得到允许后期待地摘下眼罩 这不看还好 一看李叔差点没被下晕过去 只见眼前两排黑衣人笔直地站着大喊欢迎光临 李叔颤颤巍巍地看着自己的店怎么突然就变成了这样 这一幕看上去妥妥的飞店啊 见您看着段云道 这就是你说的放心 你确定这样还会有人来吗 感觉之前还好一点 没有人来但起码看起来还算正规啊 就在这时伯哥笑嘻嘻地走了过来怎么样 我安排的还行吧 台面必须要有 我相信客人一定喜欢这热闹和爱的场面 两人脸顿时一黑 杀了他的心都有了 最终在经过两人爱的教育后 伯哥也开窍了一改之前的作风 把小弟们通通撤走 兔女郎必须要安排上 在这里马上成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人来人往 络绎不绝 就这样餐厅才终于开始有了起色 从空无一人到爆满 段云满意地拍了拍伯哥 不错不错 这样说不定真的可以 你小子干得不错呀 突然一股杀气从段云背后传来 段云 没想到你居然有这种癖好 段云则慌忙地解释了起来 生怕被误会了 这时月娥走了过来 不过她正被班主任死缠案打 班主任表示想要认识一下李叔 希望能够引荐一下 都说了我姐姐有男人了 你怎么就这么烦 最后月娥被烦得实在没办法 就朝前面指去 在那边 那个就是 刚好剑宁看见他过来 正在向他招手 班主任误以为剑宁就是李叔男人 一个剑步就冲上去 你就是李叔男朋友 能不能麻烦你离他远点 剑宁猛逼了 什么滚 我好像嗅到了火药的味道 这个眼镜男 想借着家访的名义 来泡自己学生的姐姐 哪知中间却横跨了主角这一座大山 段云一开始没太在意 以为只是单纯的来家访 没想到对方却直接用起了威胁的语气要求离开李叔 段云 见此也是直接无视了起来 又是一个找事 果然身边有个美女就是麻烦了 眼镜男见段云这副模样更加暴躁了起来 并不断放着狠话 段云也一改之前那封青云淡的模样认真了起来 你这样子哪里有为人事表的样子 还有擅自替别人做决定貌似很不礼貌 你知道吗 眼镜男一听气的满脸通红 情绪异常激动了起来 直到李叔的出现他才变成原来刚开始那副样子 虽然此人是月娥的班主任 但李叔好像并不代表他 甚至还有些厌恶 眼镜男直接开口就问小叔明天有没有空 想约出去玩 完全不把段云放在阳里 李叔也是很直接了当地拒绝了他 如果你家访不是为了小月的事 那就请你早点离开吧 而且我相信小月这么乖的孩子不会有什么问题 要是你打在家访的名义 想过些别的事情 劝你还是别费心 正常人听了这番话都应该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哪知这人还恬不知耻地指着段云大喊 这真的是你男朋友吗 很明显他还抱着一丝侥幸 希望从李叔嘴里得出否定的答案 这样他就有更多信心通过手段来获得李叔这样的名 下一秒李叔便直接抱着段云的胳膊倒 他就是我男人 段云被这波操作整毛了 我去这么刺激的忙 见此眼镜男飞着脸 冷哼一声头也不回地走 一边走一边骂骂咧咧 脑子里还在想着该用什么手段 去让李叔自己主动投怀送抱 闭脸的阴险之死 这时段云跑了出来 冷着脸轻轻拍了拍眼镜男的肩膀 不要打我女朋友的主意 否则我会让你后悔 眼镜男属实没想到眼前这个瘦小的小子 居然会来恐吓他 这让他有些意外 但他很快便以小月的毕业考核 反过来威胁段云离开的说 还颇具玩味地看着段云 小月他能不能过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了 段云则是最讨厌这种 只会背后搞小动作的人 直接把眼镜男整个拎起 丝毫不客气地说 你要怎么往我都陪着你 但你要是耍这种小把戏 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眼镜男正颤颤巍巍地走着 回想起刚才那一幕 自己是越想越愤怒从来都是我欺负别人 还没有人敢欺负 段云等着瞧吧 此时李叔正躲在房间里羞红了脸 想起刚才那一幕 不知不觉就靠上去了 自己这到底是怎么了 这时眼镜男已经集结了一大拨人到了楼下 准备洗刷刚才的耻辱 段云给老子滚下来 可能是窗户隔音太好 段云只感觉外面吵吵闹闹的 于是便打开窗户朝外面看去 楼下的眼镜男正在和这群混混头子交流着浩哥 等下那小子出来给我狠狠地招呼他就好 我还以为是什么狠角色 没想到是我们的大渊种孙浩 只见他信心满满地说拿钱办事 天经地义 既然你相信哥 那这是肯定要给你办得好好的 眼镜男一听孙浩打了包票 已经想象到了自己教训段云之后 再通过为难月娥来让李叔对他为命是同的话 到时候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开心 越想越兴奋 哪知当孙浩众人看清窗户内人的脸时 个个露出一副见了鬼门一样握头 鸣哥 那么的 老子差点被你害死 居然还敢打云哥的主意 你怕不是嫌自己活得久了 段云看着楼下嘈杂的众人 一脸无语 这是杂技团在耍杂技吗 警察局这边 一众领导正在观看着监控 视频中一个身材粗壮自称鼓舞者的男人 已经连续袭击了几个财团的董事长 看完视频 所长对着下方众人道 市长对此案件十分看重 要求我们尽快破案 今晚刚好有个财团董事举办委会 这或许是一个机会 当即下令要求所有人员便衣混入人群 随时准备缔拿凶手 女警官看着手中的照片 故今陷入沉思鼓舞者 不知道和那个家伙有没有关联 段云和剑宁两人 正被眼前的餐厅特色深深吸引 没想到那个王伯还挺懂事 这还真的是百看不厌了 对啊 真希望能够一直这样维持下去 嘿嘿 李叔看着两人的反应着实无语了 店里有我这么一个大美女 还不够看吗 非要盯着别人看 当即给美人捶了一下 你们两个还在看是吗 小心我扣工资哦 快给我干活去 两人满脸的不干 虽然还没看够 但也只能屁颠屁颠的服从命 此时女警官正带着两个猪队 有火鸡火燎的往餐厅看 到了餐厅后便朝里大喊 段云再不带 李叔看见是之前的女警官 不由得有些紧张了起来 该不会又是来抓段云的吧 果然 段云刚出来就被直接烤上 我特忙了 有完没完了 我们做的可是正经生意 你们可不能乱来啊 女警官一脸猛逼 什么鬼 随即掏出一张照片 直接对到段云脸上 我怀疑你和这些家伙有关联 现在需要带你回去接受调查 李叔见状赶紧打圆场 乃至段云看到照片后 却同意了对方的想法 既然你们不是来查店的 哪什么都好说 至于照片里的家伙入无关 不过我倒是可以帮你们 抓住他已是清白 到了当晚 段云便穿着便装 与女警官混入到人群中 看着台上那个人 喋喋不休地讲话 段云忍不住地想要跑厕所 然而就在段云离开的时候 在场的人全然不知窗户外面 已经出现了一句较为恐怖的 正盯着李明 随着砰的一声 整栋楼突然按了下来 女警官直呼不妙 就在众人陷入慌乱的时候 一道亮光传来 好家伙胸口会发光 我直呼牛掰 猪是猪了点 但好歹不是一无是处 特殊时期还是有些用的 这时人群中传来尖叫 只见照片上通缉的男人 正想对董事长动手 就当快要得审真情 女警官当即拔出手枪怒吓快助手 敢动手我可就开枪了 给我乖乖束手就擒吧 男人见事情败露也不急 邪魅一笑直接破窗而出 女警官安排好人员处理现场后 便直接朝外追剧 很快众人便在天台处堵住了他 举起手来 你已经跑不掉了 只见男人自顾自地笑了起来 你们还真是傻 哪里有人跑路会往天台跑 闻言 众人一惊难道他的目标是我 还没等反应过来 隔了几米远的男人瞬间就到了众人面前 一二三四 男人犹如砍瓜切菜般地给美人来了一拳 天台上除了女警官外 其余人全都被打倒了 混蛋你是看不起我吗 女警官怒了 拿起手枪就要开枪 仅仅是片刻的功夫 手中的枪却被一把飞刀给精确地打掉了 男人随即一拳打了过来 女警官堪堪躲过后亮枪了几步 抬起脚就踢了过来 我说你不要小看女人了 乃至下一秒 她的脚就被男人结结实实地抓住了 你们这些人啊 有些领域可不是你们能够插手的 知不知道 不过仔细一看 你不仅长得好看 而且身材也很不错 女警官很愤怒 但也只能不断地怒吼 哈哈哈哈 你越叫我越兴奋了 就当男人要欲行不轨的时候 一人悄无声息地到了男人后面 一把抓住了男人那不安分的守卫 这可不行啊 虽然这女人老是找我麻烦 自己并不行啊 但她也不是你这种货色可以染指的 女警官过于自大 导致差点赔了夫人又折兵 就在关键时刻段云出手了 男人一看居然能悄无声息地靠近自己 普通人肯定做不到 随即地跳跃与段云拉开距离 怀疑到你也是补物者了 段云脱去外衣人给衣衫布整的女警官 试扁了吧 我之前就说过你们的手段不是对什么人都有用的 于警官想要反驳 但刚才如果不是段云 自己恐怕就遭毒手了 只能把到嘴边的话给憋了回去 男人见段云不理他颇为脑腿 直接闪身到身后就要偷袭 乃至段云一个转身就是一拳 就你这个古武界的小垃圾也敢在我面前玩这种地点 话落 以两人为中心 天台直接被砸塌陷了下去 刚才还嚣张无比的男人就这样一拳被干了 段云一脸不屑地看着地上的男人 拍了拍手 武武界的下三滥 又是一个被利益驱使的渣渣 这一幕惊呆了现场的女警官 这么凶声恶煞的罪犯就这样被那看起来随随便便的一拳被解决了 此人当真深不可測 想到此不经一阵后怕 幸好之前他处处留守 不然自己这时所长也带着其他人赶到了现场 看着地上躺着的男人 就是一顿夸赞太好了 小蚁 蚁这可算是大功一件啊 女警官并没有听进去所长的话 而是在四处搜索着什么 奇怪刚才鸣铃还在的 好一会才缓过来回答所长 其实今晚能抓住他 多亏了我的一个朋友 不然我们可能根本没有机会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功劳应该寄给他 此时段云已经悠哉悠哉地走在了回家的路上 至于功劳什么的他想都没想过 只想着快点解决物 好安安心心地打 就这样女警官他们很快就庆立了现场 就当所有人都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的时候 一只诡异的眼睛朝众人看了 段云解决完事情后便开心地往家里打 就在这时一个身影顿时吸引了他的注意 于是便跟着走路到了酒吧里 刚进去没多久 这个美女就因为拼命灌酒导致出现了醉意 几个混混一看着爵士美女自己一个人在喝酒 属实是千载难从的机会哪能不抓吗 直接就上去搭讪了起来 美女并没有搭理他们 只是冷冷到吐出了一个滚子 混混哪能这么简单地就离开 自不自地在对面坐了下来 美女你这性格够辣 和身材一样 都是我喜欢的类型 哪只美女直接拿起酒就泼了过去 我叫你滚没听到是吗 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合我说话 混混瞬间就气急败坏了起来 直接上去动手动脚 本来想好生好气地泡你 结果你非要逼我来硬 既然你喜欢我也就不客气了 下一秒一个拳头就打在了她的脸上 混混一下子被打飞了几时 段云干完活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美女也紧随其后 怒吼的段云 你给我站住了 为什么回来也不找我 三年 你知道我这三年是怎么过的吗 我一直都在找你 家里人都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你前脚刚离开 我就被逼着要嫁给别人 你难道真的忍心让你的未婚妻嫁给别人吗 这时 昔日两人的记忆不断涌现在段云的脑海 思考了一下终于还是开口的云茜 以前的段云已经死了 现在的我再也回不去了 那刚才为什么你要帮我 就当美女想要继续争吵的时候 一群不速之客出现了 小姐 老爷和夫人有事找你 麻烦你跟我们回去一趟吧 这个黑衣男人非常不屑地盯着男主 并且出言不逊 眼里满是挑衅 感觉随时会打起来 被云茜出口制止后 更是直接动手了起来 段云一看又是一群欺软怕硬的东西 不给你们露一手还真把我当你捏的吗 于是走到对方车前轻轻发了一下 整排车子直接散下 四个车咕噜向四周滚了起来 随即一脸坏笑地转过头来 你们这车看着好像不太牢固了 轻轻一抹就没了 看着滚到眼前的车咕噜 众人不禁被吓了一身冷汗 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 不简单 段云也不管他们在想什么 走过去拉起云茜的手就要走 这位小姐好像不太愿意你们走 那就让我来送她回去吧 眼看就要没法交差 众人还是壮着胆子想要阻止 段云一个转身 身上的杀气抱涌而出 我刚才说的话没听到吗 要是再敢多比比一句 小心我把你老板的老挝都抄了 黑衣男人被这股气势压的喘不过气来 完了快禀告少爷 他快要到手的老婆跟人跑 此时餐厅这边 李叔因为担心段云一直在餐厅里等到了半夜 就在当准备离开餐厅时 就看见门外段云正和一个美女 在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李叔慌忙地跑出来担心到段云 他们把你带走了没有为难你了 段云一看是李叔也是开心了起来 叔姐你怎么还没有回去 放心了 就一件小事情 已经解决了 李叔听完才松了口气 没事就好了 这时他才注意到段云身后的美女 女人的第六感告诉她 这两个人的关系肯定不一般 而云倩看见李叔也是察觉到了一丝异痒 场面顿时变得有些怪异了起来 情敌上门挑衅 不知情的妹妹送上神助公是种什么体验 就在刚当云倩因为暂时没地方去 或于礼貌 李叔还是很客气地请她到店里坐坐 刚一进门月娥就兴高采烈地跑上来叫起来 姐夫你今天干什么去了 这么回来这么晚了 这位姐姐又是谁啊 云倩一听猛逼了 姐夫 李叔慌忙拉过月娥解释道 小孩子还小不懂事 老师乱叫 你们都没有吃饭吧 我去给你们弄几个菜 云倩这时察觉到不对 承诺片刻后才开口那个小妹妹 我是你姐夫朋友 做菜也不必 我家里有人找我就先不打扰了 说吧就离开了 眼神里多了母悲伤 段云也没多说什么 只是嘱咐了句 回去小心 看着离开的云倩 李叔道 她是灵氏集团的现任总裁吧 这么才华横溢又漂亮的人 没想到你们两个居然认识 段云看了一眼 李叔 没想到吧 不过这些都是陈年就是了 第二天 剑宁正高高兴兴地干着活 忽然被眼前的一目整 李自信 段云这家伙居然在做菜 我靠 我一直以为他和我一样就是个打扎的 万万没想到小丑竟是我的 李叔看着无精打采的剑宁道 剑宁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不 没事 我只是感觉自尊心受到了打击 不说了 我还是去扔垃圾吧 扔完垃圾的剑宁刚想松口气 就看见旁边躺着的大汗 卧槽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碰瓷吗 就还是不就 万一这真是个需要帮助的人呢 虽然本人有三大原则 但人命关天 鹅就鹅吧 剑宁最后还是选择把人背了回去 店长不好了 我在咱店门口看见此人奄奄一息就给带回来 现在该怎么办 李叔赶忙让他把人慢慢服好躺在桌子上 他现在很虚弱 需要补充营养 那边箱子里有药品先给他用上 好 我马上去拿 外面的嘈杂声成功引起了断人的注意 悠哉悠哉地从厨房走了出来 怎么了你们这是 难道是又有人来搞事情了吗 但当他看到眼前躺着的人是彻底不淡定了 这是 不久之后大汉慢慢醒了过来 李叔和剑宁看见人醒了十分开心 看来没什么大问题 好好休息就行 乃至大汉起身后第一件事就疯狂地擦起了桌子 一边擦还一边道歉不好意思 把你们店的桌子弄脏了 我马上弄干净 请各位不要见怪我马上就离开 李叔 剑宁赶忙开口阻止别 没关系的 你刚醒过来还需要休息 先好好休息 可大汉像是没听到两人的话一样 还在自顾自地擦着 显得十分恐慌 这时一句话引起了他的注意 稍微愣了一下立马转过头来 你是 到了晚上段云正依不舍地和六师兄道别 六师兄看着眼前的段云一脸的欣慰 小云 这些年来你也长大了 也变得越来越可靠 记得以前你可没少给我们忍麻烦 时间过得真快 转眼间你也变成了一个男子汉了 好了师兄还有事情要做 就这样吧以后还会再见的 段云看着师兄离开的背影 昔日的记忆涌入心头 曾经的一切都是那么多美好 怎么一下子就变了 五五才就会 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们全都覆灭在我手上 不过我现在的实力还是太弱了 连师父都不是对手 我一定要变得更强才行 这时夜空中划过几道人云 只见几个人正在追着一个妹子打 段云眼神一变 金云是突然出现这么过高手 里面肯定有猫咪 妹子很快就被几人逼上了绝路 被团团包围了起来 千面胡尊大人 你跑不掉了 还不快束手就擒 别白费力气 妹子也不跟他废话 直接拔出飞刀就甩了过去 痴人说梦 要不是你们玩音的 就凭你们这些个废材 也想抓住 嘿嘿 确实 要不是玫瑰大人的九阴玫瑰索 我们还真没把握拿下你 不过现在的你还能撑到几时 刚好兄弟们就当陪你玩玩了 就这样在众人的围攻下 妹子渐渐支撑不住 脸上的面具也在这一刻被打碎 那神秘的面容也随着露出 紧接着一口鲜血跟着喷了出来 整个人虚弱不堪地倒套在树上 众人慢慢围了上来 过去嘲讽 传闻还没有人 见过你这千面胡尊的真实面貌 没想到是这么个大美人了 本来我们应该好好享受一番 在解决你的 奈何组织下了死命令 可惜了 妹子恶狠狠地盯着众人 你们效忠这种组织 以后的下场只会比我更难 别得意太早 围攻众人中的红毛乐乐 可惜你的话永远不会实现 我们背后可是有裁决会撑到 刚说完就被围守得狠狠瞪了一眼 能不能低调一点 万一泄露出去我们都没有好滚的事 果然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对你 不说裁决会还好 一说主角就找上门来了 这突然的变故搞得在场的众人 全都紧张了起来 纷纷朝身后看去 段云刚才稍微平息地怒火 又被重新点了 眼里透露着杀意 你们刚刚有说到裁决会是吧 快回答我 众人看着悄无声息出现的段云 个个如临大敌 能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们周围 这人绝对不简单 段云看着都不说话 逐渐失去了耐心 众人也是察觉到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于是决定先发之人率先出手 段云一个回首掏 直接把人按在地上磨擦 既然不说那就打到你们说为止 众人一看偷袭不行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纷纷朝段云攻去 千面胡先不管 必须先把眼前这人干掉 一番激烈地打斗下来 众人纷纷吃了苦头 好不到好处 而段云只是衣服出现了损坏 不妙啊 这家伙没想到这么变态 这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要想个办法溜才行 不然我们全都要栽在这里 于是朝身后的人使了个眼色 我收到 趁着段云分神之际把暗器锁住 段云虽然本身占优势 但奈何对面人多 无法顾及到所有人的动作 果然是一群卑鄙小人 随即一声爆炸响彻天际 秉承着有烟雾伤定律 当烟雾散去后 段云啥事都没有 安然无恙地站着原地 你们就只会耍这种小把戏吗 不然他发现自己上当了 那伙人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可恶 居然被他们逃跑了 难得有线索出现 就在这时 妹子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道谢 段云一惊凤蝶小姐 妹子一听 立马警觉了起来 快速向后退去 这波操作把段云整猛了 这是干什么 妹子十分警惕地看着段云道 你离我远远 妹子十分警惕地看着段云 你为什么知道我的 应该没有几个人认识我才对 你到底是谁 段云两手一摊 满不在乎道 这不重要吧 你再不止血口就要挂了 确定还要在意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妹子强忍着身上的剧痛 警告着段云不要轻易靠近过来 乃至下一秒便静止朝地面栽去 段云眼看形势不对一个闪身 便接住了倒下的妹子 明明撑不住了还要虚张声势 还是一如既往的胡来 没一会 段云便带着妹子到了住宿 叔姐快帮我个忙 这个人受伤了 快帮我拿止血的药品过来 李叔一看慌忙地帮段云准备东西 段云把人安置到床上后 发现其腿上有一个玫瑰印记 这是玫瑰伞 传闻中了此毒的人会供体经费 七日之内不解便会死亡 看着情况怕是熬不过今晚 下手的人真狠 没办法 眼下只能这样子 李叔正打着热水出来 发现段云正在用嘴给妹子吸毒 这一幕深深地打击到了李叔 一种惶恐和不安涌伤心头 在一栋豪华别墅里 一男一女正在欢快地玩这游戏 你拍一我拍一 这是之前那名黑衣男人 颤颤巍巍巍地走进来 汇报着情况 少年 你未来老婆跟人跑路了 那个人太牛掰了 我们干不过 现在回来是想象你摇人 男子一把捂住自己的脸 我怎么就养了你们这群废人 随机一顿暴揍 我哭了 你们这么多人还找不回一个女人 还让你们未来的少夫人跟人跑 传出去我还怎么换 真是太让人失望了呀 第二天一早 妹子醒来后 发现自己两腿之间多了点红牛 顿时整个人都猛 大厅中段云正和李叔 解释着事情的来龙去脉 李叔听完之后也表示理解 就在这世房间门口被打开 妹子缓缓走出 段云一看人没事了 开心地打着招呼 有你醒了 没想到你第二天就能能活蹦乱跳了 睡衣服还合适吧 一听到衣服 妹子瞬间急了 马上朝段云攻击过来 还好段云反应够快 从容地躲过攻击 你这是什么意思 妹子也不管她 直接一个飞踢把段云踢飞 人渣 简直不可饶恕 趁我虚弱之时 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耻辱 你竟敢回我清白之身 段云一听猛逼了 啊 什么鬼 眼看着妹子再次袭来 段云也不管这么多了直接出手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你先停下来 此时逃脱的男人正在大街的角落疯狂逃窜 没想到被人摆了一道 事情发展成这样 原来说好的价格可不能买不我 突然一道突兀的声音传来慰问 编号1347你打算去哪呀 你可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型啊 都怪我莽撞了 我为我的无礼向你们道歉 说把妹子疯狂拘功了起来 这下你明白了吧 非要逼我出手才能好好说话 何必呢 李叔道 你的衣服是我换的 昨晚段云就你回来后 并冒险帮你解 她没有做出什么不轨的事情 姑娘你放心 而且她为了让你安心养伤 还把她的房间腾出来给你用 妹子一听越发觉得不好意思 扭扭捏捏地看向段云 对不起 谢谢你 哪知段云这货不仅风情 态度十分敷衍到 看着段云这态度 两人差点又要打了起来 李叔默默地站在旁边 不知道何时开始 她的心无莫名地 多出了一些感觉 这种感觉压在她心头 久久不肯散去 此时两位猪队友 正在大街上讨论着 有关刀疤男逃跑的事情 想着好不容易立下的大功 就这样没了 说不定还要背波 嗨 天一弄人啊 突然两人在路过一个胡同时 看见了一道熟悉的人影 哇 这不是刀疤男吗 只见刀疤男整个人 都已经被打入了墙中 并且失去了生命迹象 在这座城市的上空 两道人影正在高楼大厦间跳跃着 这两人正式干掉 刀疤男的罪亏获胜 当两人在一栋大楼上停留的时候 之前保时段云的美女 出现在两人身后 缓缓地朝两人打着招 态度还有些恭敬 显然两人地位不比她低 三人就这样展开了一场讨论 好似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段云这边 两人正大眼瞪小眼地看着对方 妹子迫切地想了解到 段云为什么会知晓自己的意义 段云被盯得浑身发毛 但她并不想告知事情的真相 便想着搪塞过去 哪知妹子还是不肯放弃 不管怎么说你都是我的救命的人 至于你是不是鼓舞者 或者其他什么的我都不在意 但唯独这件事我一定要弄清楚 段云看着妹子的神情 知道自己不给个说法 肯定是不行的 脸色当即难看了下来 这还是三年前的某一天 段云四处溜达时 刚好发现旁边的水塘中有动物 随着好奇心的驱使 便偷偷摸摸地过去瞄了两眼 结果一不小心看入迷了 看了不该看了 这特么的我怎么能说出口 要是她知道了真相 我肯定被追杀到天涯海角了 妹子看见段云久久不回答 眼神变得警惕了起来 你究竟是谁 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 段云一看这架势 不给个答案肯定是要量了 死马当活马医吧 你跟我失去的青梅竹马很相似 她的名字叫冯迪 当晚看见你便误以为是她 所以情不自禁地就喊了出来 妹子一听居然傻傻地相信了 赶忙道歉了起来 段云只能嘎笑回应 没想到就这样扑弄过去 不过好歹是捡回来一条木 紧接着妹子深深地锯了一躬 段云 很感谢你救了我 但因为某些事情我不能连累你 这个人情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还的 段云知道她这是要走的节奏 声色凝重到严重了 那么有缘再见吧 就这样妹子离开了这里 这时段云已然知道了妹子的身份 血魂四大战将之一 千面胡尊 想要以一己之力对抗血魂 这真的能行吗 因为两名猪队友误打误撞 发现了逃跑刀疤男的尸体 警方很快便赶到了现场 女警官正仔细地勘察着事发地点 心中不禁感叹 这真的是人为造成的吗 被破坏到这种程度 按照正常逻辑 这至少是被一俩卡车撞了 可是这地方车子根本开不进来 就在思考之时 一个消息传来 使得女警官彻底不淡定了 此时的段云正和建宁 有说有笑的朝电旅感 哪知建宁像是被抽了魂式的 浑身提不起劲 段云当即嘲笑了起来 我知道你平日里都在忍受 但也要注意节制 晚上少和你的两个女朋友 交流不就好了 建宁看见段云这副表情 愤不得马上给他一大嘴巴 你压得给我收起那恶心的表情 就这样两人一路上都在吵吵闹闹 忽然前面的骚动 引起了两人的注意 等他们靠近你看 段云整个人都不好 表情瞬间变得十分难看 眼前吊着一个人 此人正是段云的六师兄 师兄 段云发出绝望的怒火 浑身颤抖了起来 冲过去把师兄紧紧地抱在怀里 眼泪稀里哗啦地流了出来 是谁 到底是谁干的 此时 人群中有一人静静地看着这影 刚要离开便被段云捕抓到气息 于是强忍着悲伤 朝那人追去 喂 是不是你干的 那人刚要开口 段云便忍不住直接朝那人攻去 一边打一边怒吼着 为什么 师兄到底做错了 什么能让你们这群处生下这么狠的手 回答我 几轮攻击下来两人拉开了距离 直接那人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淡淡道 虽然没搞明白你为什么这么生气 但你如果是敌人的话 那我可以就没必要客气 段云看着眼前的美女 眼神涣散了起来 怎么会是你 师姐 段云看着眼前和师姐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整个人病得越来越不好 师姐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美女淡淡地看着她 好似并不认识段云 你这人很奇怪啊 一会愤怒一会悲伤的 真让人感觉恶心 段云被这话和那副事不关己的表情刺激到 脑海里不断想着不同的声音 为什么会这样呢 她怎么可以坐得这样平静 你们可是夫妻啊 美女看着段云这副模样 并不想多和她交谈便想转身离开 你看见了吧 你说什么 美女道 段云咬着牙狠狠道 刚才的广场 你说那个男人啊 是挺可怜的就这样没有尊严地死去 段云一听彻底怒乱的你说什么 你是怎么做到这副神情自若的样子的 那可是师兄啊 你到底怎么了 师姐 你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是美女的眼中闪过一抹紫光 脑海中出现一副画面记着 除了我之外任何靠近你的都是敌人 既然是敌人就没必要客气 直接催 瞬间段云便被一拳给击飞了出去 重重地砸到了墙上 随着一口鲜血喷出 横痛感弥漫全身 渐渐地失去了意识 不知过了多久 段云惊恐地睁开眼睛 这里是哪里 这里是医院 要不是我们及时发现 你现在还不知道会怎么样 不过我倒是奇怪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案发现场 女警官坐在旁边道 师兄 想到此 段云立马起身就要往门口走 这一操作把女警官给整猛了 你要去哪 你现在可不能乱动了 果然疼痛感再次传遍身体 段云痛苦地倒在床上哀嚎了起来 就在这时两位猪队有火急火燎的赶来 瘾解不好 网场那边用 眼前这一幕使得 人心惶惶 一种莫名的恐惧感 弥漫在城市的上空 段云此时也顾不得身上的伤势 火急火燎地跟着赶到了现场 他们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女警官更是难以掩饰脸上的愤怒 混蛋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才能做出如此丧尽天良的事 段云一眼便看出来 这是裁决会的手法 吊颈之轮 通过这种方式来展示自己的权威 女警官听完整个人更加的愤怒 这种人渣 败类 竟然如此见他生命 我一定要抓住他们 群众看见是城市的护卫对栏 纷纷上前讨要说法 不少人放声痛哭了起来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们明明一开始都好好的 现在全都回不来 女警官看着眼前发生的事情 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 此时的他才感觉到自己是多么的无力 一栋豪华别墅内 这群人正在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打到自豪 嗨着庆功宴 黄毛道 只可惜没能把那个舞者带来 他可是很好的玩具 你说是不是 狗腿子 说罢便颇具嘲讽地 看向之前的那个董事长杨永信 是啊少爷 这次行动多亏了您 相信癫狂野犬的名号已经妇如皆知了 下一刻黄毛就到了杨永信面前 冷冷盯着他你找死吗 杨永信也是不甘示弱地给予回忆 两人顿时剑拔弩张了起来 这时一道清脆的掌声响起 一道霸气的身影走入场中 见此众人纷纷跪拜 并高呼主上 男人居高临下地看着众人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谋划 现大局已定 属于我们的时代马上就要来临 话落众人齐声高呼 杨永信我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 托主上的福 事情都已经查清楚了 我们日夜期盼的天降能源 都是由历代金云市长所包裹 而这一届的市长是楚秋雨 另一边 市长正站在窗户前 看着外面的天空 他心里已经感觉到了 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夜里 美女正心神不宁地 想起今天发生的一切 为什么她与那个男人素未谋面 却感觉到一种揪心的痛了 好奇怪啊 正当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入神时 手下人端着要进来 道小姐道时间嗑药 美女本想拒绝 但由于家里有人吩咐过了 要必须吃 最后只能忍着吃了下去 当手下人靠近后 被这一幕吓到了 小姐你怎么了 为什么在流眼泪呢 段云把师兄安葬好后 便看着墓碑聊了起来 师兄 你不知道师姐 还是和以前一样的 稍微不注意 就会被她那怪力 揍得人养马斑的 可我还是搞不懂 师姐为什么会变成那样 明明知道 她肯定和你的死因有关 可我就是下不去手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她带回来 但她要是还生机无辜 我绝对不会轻饶她的 哪怕对她动手 两位猪队友正在旁边 等着段云 他们现在不得不依靠 段云来获取献食 因为此次案件非同小可 而段云身上好像有秘密 感觉和他们脱布了关系 于警官因为被这件事情 刺激到了 正拼命地查找 有关这件案件的情报 当完文件后 紧接着又看起了 一大箱的录片带 最终在不懈地努力下 终于查到一些蛛丝马 这时所长神情严肃地走了天来 这个人我知道她是什么背景 女警官一听有线索了赶忙到所长 请您务必告诉我 小英我知道你想急着找到凶手 什么之以法 但凡事都要讲证据的急不了 更不能妄自揣测他人 女警官急了证据 可不会自己到你手上 她是需要我们 极力去寻找并争取的 我不会擅自诬陷一个人 但我也不会轻易放过 有一次可疑的人 我一定会抓到真正的反应 所长见她这么严肃认真 便把自己所知道的都说了通 并且告知市长也已经派出 最出色的部队去调查了 希望你也不要太操心了 殊不知 这可能已经超出了 这支部队所能解决的范围 第二天一早 金云市事件已经闹得沸沸扬扬 各大媒体纷纷报道 这突如其来的惨痛事件 导致人心惶惶 李叔看着报道 忍不住露出了担忧的神色 希望事情慢慢好转发 也不知道段云现在怎么样了 说是请几天假 可千万别牵扯进这些事情里面了 这时门外突然想起 一快递小哥拿着快递让李叔签收 李叔一脸猛逼 自己没有快递啊 月额更不可能了 刚想拒收 但快递小哥说地址没有错 只能先签收下来 看着快递上面的收件人信息 李叔不禁好奇了起来 这到底是什么 于是盯着快递盯了好久 最终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还是忍不住打开了快递 拆开后李叔 看着里面的东西惊呼出声 这是 另外一边 精英部队李安队已经全军覆没 只剩下一人正瑟瑟发抖的 向眼前的黄毛求饶我 求求你们饶我一命 我发誓再也不会和你们对抗 只要你放了我 我可以把我知道的情报全都告我 我也可以做内鬼的 只要你需要 黄毛并不理会他 高高举起手中的武器 手起刀落直接解决最后一人 另外一名男子冷冷地看着这一幕 真的是吵死人了 连同伴都可以轻易出卖的人 我们怎么敢用 黄毛询问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这些人来头好像不小 男子倒慌什么 随即指向屋内 鼓舞者从来不惧怕挑战 更何况里面还有个不得了的家伙 大街上 随着事件的不断发酵 许多人已经对市长失去了信任 纷纷游行讨要说法 更有人认为应该重新选举市长 呐喊起整齐的口号 这一幕被坐在车里的杨永信 看在眼里 嘴角勾勒出一门笑容 市长此时正和秘书讨论着 而秘书正在为市民的一边 打而打抱不平 市长反而冷静沉着 这些事情算不得什么 等真相浮出水面之后 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眼下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 立刻召开发布会 秘书一听极了 现在风口浪尖 您这样贸然出现 恐怕会有生命危险 市长瞪了他一眼 唯一已决 快去准备吧 李书看着箱子里 沾有血字的信 表情不由地凝重了起来 思考着要不要打开看看 最终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 还是决定放弃这个想法 擅自打开 别人的快递已经很无力 再私自看别人的信 就更过意不去了 我还是等段云回来 亲手交给他吧 虽然自己很想看 此时两明珠队友 正瑟瑟发抖地 站在女警官面前 像急了做错事情 后被老师抓个正着的模样 不敢多说一句话 你们两个真的是猪吗 我让你们好好跟着段云 结果你们却给我 玩起了摸兄姬的游戏 还特么地沉迷到无法自拔 人丢了都不知道 我看你们两个是想上天了 信不信老娘我排你们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去找 两人一听好似得救了一班 头也不回地跑了 只留下一枪怒火的女警官 段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 在大街上艰难地走 期间不小心和路人碰撞了一下 变痛得她差点反架 要不是依仗这天起居恢复一些 估计现在路都走不动了吧 回想起师姐对自己动手的长途 段云眼神变得坚毅了些 我一定会把你带回来问情 我不相信师姐会对我下死手 也不相信师姐会冷血无情到这种地位 我要尽快恢复才行 想着想着抬头一看 不知不觉间竟然走到了店外 段云脸上不禁露出微笑 不知道叔姐是不是已经做好饭 在等我回来呢 当要开口喊 但忽然间好似意识到了 接下来自己要做的事情 可能会把叔姐牵扯进来 甚至可能会害了她 我不能因为自己的自私 把叔姐带入深渊 在门口呆滞了几分钟 最后还是默默地转过身 这种事情我做不到 与警官在赶走两个猪队友后 又和其他的同事讨论了起来 同事很明显不赞同与警官的说法 光凭录像就想找到凶手 这要是闹了乌龙 人家拿钱都能砸死我们 你知道吗 与警官则一正言辞地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提出了种种疑点和限制 但却被打断了秋水瘾 不可否认你的工作态度 十分让人钦佩 但你要知道 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去 逮捕一个人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没有一个人会同意的 况且李安队已经出动了 事情会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 与警官一听众人 好像都没有同意他的观点 也没必要和这群人浪费时间了 便起身向门口走去 既然如此 我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做 到了外面 女警官终于忍不住了 直接发泄着自己的怒服 一群怒服 这时 一名妹子火急火燎地跑了过来 您是秋水瘾队长吗 女警官面露疑惑道 女士 妹子抬起头 眼角泪花闪动 急切地说道 秋警官 我看到了 杀人凶手的目 女警官正愁没有证据 这妹子刚好就找上门来了 你说的是真的吗 请你务必告诉我真相 妹子当即诉说自己的经历 并告知自己拍到了凶手的模样 说着说着便把手机拿了出来 女警官看着手机中的内容 脸上说不出是什么表情 大街上 我哥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向他打着招呼 我擦 又是这个老六 吓得他连连后退 你别过来啊 我被你害得还不够惨吗 兄弟们嫌我窝囊把我赶出邻邦了 还有我的女人也抛弃了我 我什么都没有了 你还要我做什么 段云看着不断后退的伯格道 我有事情想拜托你 听说你在这一带很有号召力 人脉也广 我希望你能帮我找到一个人 伯格一听整个人显得更颓废了找 怎么找 你难道看不到我现在的样子吗 没钱没人的 什么都没了 还人脉 我自己都顾不上了 还怎么帮你 自求多腐败 说罢便转身想要离开 乃至段云跟上去拍了拍他的肩膀 遇到这点挫折就加起伪到做人 你甘心吗 这就是你的人生信条吗 伯格咬着牙转过身来反驳 鸡汤谁不会说 可我有什么办法 突然来了几个牛逼哄哄的人 来到我大本营找事 兄弟们都不是对手 还逼着我把领头位置让出去 不给就干我兄弟 我能怎么办 你以为老子是叶问吗 一个打十个 拜托大哥 我很若鸡的 你以为是你 段云看着眼前这货突然感觉有些无语 随即表示我们做个交易 我帮你把人打跑 事成之后你帮我找人 怎么样 伯格这才反应过来 对哦 段云这家伙贼能打 和那几个比较一下 感觉有戏 随即笑呵呵地迎了上去云哥 你看我实在是不识抬举 幸亏你教导有方 怪我一时昏了头脑 看不清楚前面的路 届时你可要多多奶这话没说完 段云就因为他那轻拍肩膀的小动作瞬间倒在地上 伯格猛逼了 咋就到了 难不成我站错队了吗 伯格艰难地背着段云一步一步地走着 对于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情的他只感觉浑身疲惫 不断地吐槽着大哥咋说倒就倒 你说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才会遇到的 明明我才是受害者 怎么现在看起来是我的错意 你可别这样挂了 老子还指望着你帮我夺回地位 此时你警官正严肃地看着两个猪队友询问道 人找到没有 猪队友挠挠头不好意思地回答了起来 不好意思 还是没找到 真是抱歉了 不过按道理来说受了这么重的伤 正常人应该路都走不了了呀 段云怎么就这么猛了 他是怪物吧 女警官只能轻叹了一声或许吧 在他身上有着太多的秘密 上一次当林邦事件我还以为只是单纯的活 可当我询问他们的时候 他们都是一副见了鬼样的 对段云充满了恐惧 这太夸张了吧 这一点都不夸张 段云可是半分钟就干趴了五十多个人 总而言之段云也是嫌犯之一 既然找不到就先不管他了 现在我需要验证一个真相 你们跟我走 根据手机里面的线索 如果我推测的没有问题 林云倩和她的未婚夫杨成肯定有问题 段云缓缓睁开眼睛 慢慢地起身 伯哥坐在旁边看到段云醒了便打了个招呼 段云环顾四周 发现房子处处充斥着破败与贫穷的气息 伯哥也注意到了段云的眼神在房间里扫荡 无奈地说道你想笑就想答 反正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拿得出手了 段云并没有过多的解释 看着忙碌的伯哥问道你在忙什么呢 我在将这些废品瓶子分类 一个瓶子能卖一毛七 有了刚刚收集的这些 今天的晚餐有着落 段云看着墙边的瓶子感觉有些意外 这家伙好像变了个人一样 伯哥背着声说道 段云 你之前和我说的还算不算数 不会是和我开玩笑的吧 段云道只要你答应帮我找人 我就说到做到 这人对你很重要吗 段云一听神色变得异常冷漠 紧紧握住双手 他是我挚友的亲人 我不能放任不管 伯哥看着段云的样子 也不好多问些什么 便询问有没有照片 段云这才想起来自己没有 于是只能一边讲一边比划了起来 穿着白色上装的紫发女人 伯哥努力回想着自己记忆中的人 突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 不由的浑身颤抖了起来 第二天 伯哥便带着段云来到了一个地方 你要找到人估计就在这里 段云道 你确定他真的就在这里吗 伯哥看着段云道 你放心 我以性命担保 亲眼看到了那个女人 和杨永信走进去 他们应该是来参加一个生日宴会 段云见伯哥都这样担保 也就没有多问 淡淡地说了一句 没想到 你知道的好多呀 伯哥苦笑一声 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倒霉 你说的那个女人 正是抢我们地盘的其中一人 也就是你要找到世界 段云得知抢走伯哥地盘的人 里面有他世界 感到有些震惊 你确定没有认错人吗 伯哥眼神坚定地看着段云 没错 从那之后 我一直都在跟踪着这些人 而且我这个人 从来都不听信传闻 只相信自己亲眼看见 看着段云渐渐沉默 伯哥心里已然有了答案 果然如此吗 自己所仰慕的人 同时也是最亲近的人 做出这种事情 轻易相信的话法不太正常了 看来之前说好的事应该没戏了吧 想到此伯哥便转身想要离开 却被段云叫住了 你要去哪 现在我需要验证一件事情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我一定替你做主 看着段云那副表情 伯哥笑了一下 看来这次是我看走眼了 发布会上 群众高举着旗帜 嘴里不断地谩骂着 懦夫 胆小鬼 你不配做市长之类的话 市长看着这样的场景 一点惧怕之意都没有 慢慢地出现在演讲台上进行讲话 终于在自己的一声声豪言壮语 以及承诺中挽回了市民的心 使得大火把矛头正确指向了 这些事情的始作影哲 杨永信在远处观看着这一幕 真是的好手段 先是顺着名声 然后挑明心声 跟着转移事情的重心 这简直让人懒怒一心 我倒是想瞧她 这是杨永信身边的手下开口道 此人就在我们眼前 为什么不直接动手把她带走 是啊 我们现在出手没人能拦得住我们 杨永信看着摩拳擦掌的两人 表情一变我并非不相信你们俩 可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楚秋云这个人 而是只有她才知道的秘密 现在还不是时候 经过一番乔装打扮 段云和伯哥总算是进入了这个宴会 但没想到刚一进来段云便想着溜走 被伯哥一把拉住 蛇精什么呢 好不容易才混进来的 你都忘了为什么要来这里是吗 段云面露紧张我没忘 可是 我没想到这居然是她的生日宴会啊 伯哥自然是不清楚 段云和林云倩之间的关系 有些无语地说道 你在说什么傻话吗 该不会是看上人家了吧 劝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 她可不是我们能企及的高度 段云看着眼前的林云倩有些入神 心中五味杂陈 这时身后不断有人呼喊她的名字 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 没好气地转过身去刚想开骂 但看清楚来人后两人均是脸色难看的起来 完了怎么会在这里遇见这个疯婆 要是被她发现我们的目的可不妙啊 女警官见两人鬼鬼祟祟地在讨论什么也不理她 当即吼了一句 对 我喊你们两个没听见吗 是不是想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啊 两人被吓得一击灵 怎么办要想个办法互门过去才行呢 不然按她的形式作风 我们两个肯定要在她手里 可是现在能怎么办 不管了 死马当活马医吧 两人随即转过身 摆出一副妩媚姿态 这操作直接把女警官吓得一击灵 这是什么鬼 这位女士 你好啊 我们认识吗 两人一开口便语出惊人 语气急气作作 女警官无语了 这两货这是抽了哪根筋 怎么感觉不太正常啊 下一秒便直接给段云来了个壁咚 说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国哥看着他们两个这姿势 不仅脸红了起来 云哥牛掰感觉这疯婆子 迟早都要拿下 两人就这样支支吾吾了半天 愣是没说的所以然来 相识一眼后又摆出一副正经模样 道我们来这里肯定是参加这场生日宴会 伯格立马呼吁 没错 来这里肯定是参加宴会 不然来这里逛街吗 女警官一看这两货没救了 拿出电话就拨通了120 这里有两个吃线 麻烦紧快来带走 他们几个的谈话引起了骚动 使得凌云倩往这边看了过来 段云 刚要走过去便被复宴的人 给拦了下来 段云一看 他怎么往这边走过来了 难道被发现了吗 说着便四处找地方想要躲起来 不然他灵机一动 有吗 一个壁东直接把女警官为主 希望你好好配合一下 别说话 猪队友看见这木屋的祖 直呼引颈 伯格则是被整猛了 大哥别忘了我们是来办正事的 不是把妹啊 女警官被这突如其来的动作 给弄弄在了原地 脸上不自觉地红了起来 你这是在做什么 段云强势毕东女警官 两人究竟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就在刚刚段云为了避免麻烦 从而选择拉过女警官来做挡电牌 林云倩透过包围她的人群 看见那有些熟悉的背影 正在和他人轻轻鼓舞 果断否定了那人就是段云的想法 突然 一群人大摇大摆地走过来 与此同时围绕在林云倩身旁的一个男子 被直接扇飞了出去 并被狠狠地警告着 其中本有人想要打抱不平 但被同行的人拦住了 因为他们看到了那群人中为首的男人 正是金云市首富的继承人 杨成同时也是林云倩的未婚夫 林云倩看着这些人 在自己的宴会上随便动手打 心里很是不爽 但迫于压力也只能选择人 朱队友看见来人是杨成后 赶紧呼唤自己的老大 林姐 今天的主角都到齐了 与警官一听全然没了刚才的羞涩 直接拉开段云的脑袋 你给我让开 别挡住我 说着便跑了过去 全然不顾贴到墙里的段云 这时 伯哥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赶忙对段云喊道 段云别装死了 快转过头来看一下 你要找的人就是他吧 老者看着来是汹汹的几人 便挡到了自己小姐的身前 杨少永 今天是我们家小姐的生日 能不能让您的手下撤掉手中的武器 乃至这群人一点面子都不给 反而威胁起了老者 杨诚直接拉起林云茜的手 一脸的邪恶不好意思云茜 因为一些事情耽误了 你不会怪我吧 林云茜一脸厌恶地甩开了他的手 你这个人渣 谁允许你碰我了 杨诚没想到对方 居然什么面子都不给他 表情瞬间变得十分争鸣 云茜你可真会开玩笑了 还是说你已经忘记了我们之间的立场 说吧 那名毛者便直接被杨诚的手下 给夹到了地上 林云茜想要通过去阻止 但被拦了下来 真是个疯子啊 众人面面相去虽然感到厌恶 但也不敢多说一句 生怕波及到自己了 就当老者快被要人折磨的时候 女警官果断出脚了 直接把人给踢飞了 抱起拳头看着众人 你们还真敢做呢 我可都看见了 不知道尊老阿佑吗你们 等着尊号子吧 两个猪队友大惊 果然是赢姐啊 这脾气对头 但是说好的秘密潜伏调查了 杨诚看见女警官并不怎么在意 相反她的眼睛一直盯着会场的另外一处道 看来溜进来的老鼠不知一致 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 段云面对着一打多的局面并没有慌张 而是紧紧盯着自己的尸体 紫发美女看着眼前的段云感到有些惊讶 这不是当初碰到的那小子吗 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林云茜看到来人是段云后 眼角泛起了泪花 忍不住地向前走去 果然是女 杨诚看见自己的未婚妻如此情不自禁 怎么可能随她的心意让她靠近段云呢 直接伸手拦下 你就这么着急地想要投入旧情人的怀抱 说是没想到你小子居然能从鬼监狱那里跑出来 不过你也动搭不了多久 给我杀了他们 话落 在场的鼓舞者哥哥闪身到段云几个人周边 把他们团团包围了起来 林云茜见是不妙 陆鹤道 杨诚你想干什么 今天是我的生日宴会 我不允许你这么做 给我住手听到没有 乃至下一秒杨诚直接转身伸手捏住了她的脸 如同鬼魅般的脸庞直勾勾地盯着她倒怎么了 这就心疼了 我告诉你 你以后再敢背叛老 我分分钟玩死你们临时集团 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别人想想了 比如你那虚弱不堪的老爸 闻言 林云茜彻底失去了反抗的欲望 满眼的无助 此时 女警官正不断地躲避着攻击 面对着这些接近变态的人 感觉自己毫无胜算 就在她分神之际 身后一股拳风袭来 这一瞬间她感觉自己要完了 绝望之际诸队友依然动身抱擒 请女警官向前躲去 还堪堪躲过这一击 段云这边 一群人 正围在她身边对她进行嘲讽 现在鼓舞者的标准都这么低了 没想到像你这种小胳膊小腿的 居然也是鼓舞者 真是让人笑掉大牙呀 国歌则躲在旁边 话都不敢说 这特猛 这些人怎么都这么大 光气势都要吓死伯歌我了 要是小哥一点 或许我还能帮忙做他一两个 想到此不禁担心起段云来 段云一个人面对这些家伙没问题 众人看着段云不说话 以为是吓到了 便表示只要你愿意下跪求饶我们 或许可以考虑就放过 要是不愿意就不要怪我们了 话没说完 就被一拳呼到脸上 还连累了身后的队友 两人直接被干飞到了对面的楼草 伯歌看着这一幕惊呆了 卧槽 牛掰 云哥你以后就是我爹 杨永信等人也被惊呆了 不禁面露紧张之色 感觉这家伙变得不一样了 段云默默转过身道 一起上吧 段云目露凶光 差时间宛如脱胎换骨一般 一件件往事回荡在心间 师父 我又输给微微师姐 为什么我就是打不赢他呢 师父努力憋着不笑小云 失败乃兵家尝试 看开一点就好 不会有人笑你的 段云沉默片刻后 不服输的他祈求着师父 叼自己更强大的招式 师父也有些无奈 有事有不过副作用会很大 如果可以的话 我不是很愿意教你 乃至段云直接哭了起来 撒娇加卖萌的 最后师父还是经不住 软磨硬泡交了给他 不过你要明白 使用后发生什么事情 我可不管他 他是最强的秘技 名叫天启 回到现在 包围在段云身边的鼓舞者 已经全都被打塌在地 杨永信等人 也被这一幕吓得有些发愣 这家伙 段云此时就像沙神 一般站立在原地 眼睛直挺挺地 盯着世界方向 变态狂魔杨成此时 也有些慌了 这家伙还是这么变态 要不是有事 还真想和他好好玩一玩 随即看向杨永信到 狗腿子 你不打算让你身旁的女人上吗 反正他也只是个人偶爸了 赶紧让他上啊 杨永信闻言一时间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最后选择了沉默 杨成看到杨永信这副模样 于是转身搂着凌云倩就要离开 哼 这里就交定你们了 老子就不陪你们在这浪费时间了 杨永信没想到杨成居然会先溜 这或不讲情面啊 女警官看见杨成准备离开 赶忙呼叫猪队友帮忙 自己则想追上去 好不容易两个人都到齐了 不能轻易放过这个机会 段云一步步地朝世界走去 身上的伤已经愈发严重了 加上发动天启绝后 身体负荷更是快要到极限 每动一下都会产生一股钻心的疼 但师姐就在眼前 她必须要搞清楚这一切 她走过来 需要动手吗 杨永信无奈了没办法 微微摆平她 话落 美女直接把手里的人给甩过去 段云一惊 居然把人毫不留情地抛飞 这还是那个善良美丽的微微师姐吧 一个闪身躲过后 美女已经到了段云身前 挥拳便朝段云攻击过来 段云不慌不忙地顺势把人接下后 还用单手挡下了攻击 此时她的心情十分复杂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两人的战斗终于拉开了序幕 微微师姐拼命朝段云发起攻击 但都被一一化解了 感觉没有丝毫的作用 杨永信和其他鼓舞者都猛了 在他们眼里微微可是比他们这些人还要强悍的存在 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看见微微露出吃力的表情 随着自己全力一脚踢去 本以为凭借这一击能把段云干掉的他 此时也露出来恐惧之色 怎么可能 我全力一击居然就怎么轻易地被挡下 全场的人很有默契地都停下了手中的战斗 光看着这场在他们眼里都是那么不可置信的战斗 诸队有迷茫吗 这特么真的是人能做出来的事情 不过你发现没有 段云好像从始至终都没有对那个女下过手 她到底在想什么 伯格则是满脸兴奋 段云你实在是太女了 你这爹我是认定了 甩都甩不掉的那种 微微师姐还不死心 再次凝聚全力朝段云脸上挥去 哪知段云躲都没躲直接正面扛下 杨永信见状差点笑疯了 微微做得好就这么把她干掉 可当她看清楚形势后整个人都说不出话来 微微也是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怎么会 我之前明明一下就把你干掉了 这时段云开口了 也罢 既然你什么都想不起来 那就先把你带走再说 抬起手掌轻轻一拍 美女直接倒地不省人事 我擦 这特么变态啊 就一击 杨永信也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她怎么都没想到段云居然一击就能把人干倒 不然 她发现伯格被起微微就要等 她这才反应过来 他们这是要把人带走 随机大声命令到位 你们快点去帮我把微微抢回来 哪知众人没有一个敢动手 一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表情 要去你自己去 那家伙这么变态去不是送吗 就是就是 我们不听你的 要就自己找 杨永信急了眼这群见钱眼嗨 肆意妄为的东西 可眼下自己也没有其他办法 于是恶狠狠喊道 谁能帮我把人抢回来 我的家产全都给他 一分不剩地给他 此花一出 五五者们像打了鸡血一般朝段云攻去 兄弟们趁他需要他命 搞定他我们就是有钱人了 我哥慌了 妈妈咪啊 爹 快把他们都干趴下 然后赶紧离开这地方吧 我是一刻都待不下去 段云一脸平静地看着发疯似的冲来的众人 真是群见钱眼拍的垃圾 那就让我免费帮这个城市清理一次吧 随后在一阵阵风鸣声中 整栋大楼直接被封掉了一半 在烟雾散去后 段云等人已经带人离开了这里 现场只剩下一些正常宾客 蹲在角落里瑟瑟发疼 我是谁 我在哪 段云为了带走师姐 强行开启最强秘技却惨遭反噬 就在刚刚 段云经过一场大战后 终于是把师姐给带了出来 由于段云超负荷的使用秘技 加上身上有伤 已经是强弩之末 但仍然强装镇定地走着 看着眼前喋喋不休的伯格心里想着 这家伙应该会把师姐带去安全的地方吧 经过这两天的相处 感觉也不是个坏人 突然他感觉心头一颤 一口鲜血喷出 可恶 天启觉得反噬开始了 事业也渐渐模糊了呀 我可以信任他吧 伯格此时还十分地兴奋 向前走了老九才转过头到队了 明哥 你看我这资质能不能跟你学那什么鼓舞啊 哪知身后早已空无一人 我擦 我的爹啊 你人呢 可别吓你的好大呀 这是一个中二美女吃着雪糕刚好路过 看见倒在地上的少年 这像急了电视上的碰瓷啊 使他谨慎地看了看四周 见四下无人 这才放下心的靠了过来 这少年看起来也不像是讹人的样子 而且四周没有人也不是团伙作案 我知道了 这家伙该不会是逃离家暴的无助少年吧 可为什么穿着大人的衣服呢 真是让人感到奇怪 自己要不要救呢 最后经过一番思想斗争 还是选择带段云回了家 算了 遇见我算你运气好 此时女警官已经跟踪这杨辰 凌云欠两人到了一处僻静的地方 猪队友看着周围阴森森的环境 以及刚才打斗的场面不禁打起了退堂鼓 与警官无语了 怕死还跟过来做什么 随即到你们两个先回去 我继续跟着 如果天亮之前我没有回去 你们就去找到段云 带她来这里 说罢便纵深蹲了上去 另一边段云缓缓睁开眼睛 看着陌生的环境 她知道肯定是因为自己昏迷后被好心人救了 还真是幸运啊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不禁感慨 使用天启绝过度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自己看起来已经变成了十几岁的样子 反老环童看起来还不错 但要是使用过度就会有生命危险了 变成这个样子估计力量也大打折扣了吧 飞机朝墙上敲了一下 乃至整面墙竟然直接倒了下来 刚好让段云看见了血脉喷张的一幕 我擦 没你我不是故意的 段云只是想试一下自己当前的力量 乃至直接就把墙给干倒了 还看到了如此刺激的一幕 鼻血忍不住地喷了出来 这不是漫画里面才会出现的场景吗 今天怎么就给我碰到了 糟糕了 天启绝激发的力量还留在体内 我得赶紧找个地方释放出来才好 不然自己要伤上加伤了 赶紧擦了擦鼻血到内部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本想着对方多少会有些生气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美女 直接冲了过来一脸担心地看得到你 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啊 段云猛啊 这什么情况 但近距离看见这么刺激的场景 鼻血又忍不住流了下来 我没事 倒是你 赶紧把衣服穿上来 美女这才反应过来 穿好衣服后便自我介绍了起来 原来美女名叫小翠 刚才是因为担心段云被倒下来到墙 达到才会这么担心 说着说着便问到 小弟 你叫什么名字吗 段云这才反应过来 因为天启绝反噬的原因 对方这是把他当成小孩子 看待了 这还真不知道是好是坏啊 回答道 我叫段云 就这样两人便聊了起来 美女还认为强倒她的原因 是因为小区太老的人 以及黑心的建筑公司 段云听着听着 越发不好意思了起来 其实他明白这都是他做的 与上述原因无关 这时房门被一股不耐烦的声音敲响 李牙秀你给我开门 面对这种态度 小翠还是笑嘻嘻地去开了门 房东大叔别砸了 我这不是来给你开门了吗 房东进门就指着强大骂 这是怎么回事 你知不知道我这房子 可是随时准备卖出去 你这样可是让我损失了 十几个double 小翠则只能笑着面对 并且不断地道歉 乃至下一秒 房东直接一巴掌打了过来 说的话更是越来越难听 段云怒了 喂 随随便便动手打女的 还算什么男人 房东被段云的眼神吓到了 但看着对方一副小孩模样 便强忍着恐惧骂了起来 你又是哪里来的小鬼 该不会是和李亚秀一样的野种工作 眼看事情越闹越大 小翠哭着对房东说 房东叔叔 这是我弟弟 年纪太小了不懂事 你别往心里去 这是错在我 我保证一个星期内把钱赔给你 房东这才恶狠狠地离开 我给你三天时间 要交不了钱 你就收拾东西狗蛋 呼 总算糊弄过去了 小翠转过头微笑道 段云说你刚才不是哭了吗 我妈 我那是骗房东的 只要他打人的时候 挤挤滴眼泪出来 就能让他平水 所以我一直背着眼要水 突然小翠有些失落地说道 在某种程度上 他还算仁慈的 愿意把房子租给我这样的人 我还是挺感激他 虽然只有一点点 段云看着眼前的小翠 不禁感到有些怜悯这样 也能称为善良吗 女警官悄悄跟着几人 来到一个神秘的地方 但进入通道后他便跟丢了阳晨 只能自己漫无目的地摸索 走着走着他就发现了 让他惊恐不已的阴霧 旁边堆积了一座 全是海谷的小山 这都是阳晨干的吗 突然在他的不远处 发出了一声声的惨叫 这使得他不顾恐惧 拼命往前跑去 然而接下来看到的阴霧 更是让他心生恐惧 究竟是什么样的魔鬼 才会做出这种事情 这时 阳晨的声音从他的后背传来过 你是什么时候跟过来的 段云和小翠 正大眼瞪小眼地商量着 应该怎么在三天内 把钱给还上 只见小翠笑嘻嘻地 拿出手机到了 之前有人叫我帮忙拍照 五张就给了我五万块钱 段云看着照片里的人 眼睛瞪得老大 这不是师兄之前的照片吗 和他对峙的不是 杨晨和师姐吗 眼看着真相就要浮出水面 段云一把拉住小翠 这些照片你是在哪里拍到的 让你拍照的是谁 小翠被抓得只喊疼 你先放手啊 疼 你这小胳膊小腿的力气 咋就怎么大了 事情是这样的 我认识一个有钱的叔叔 叫杨永信 他经常让我去做一些事情 然后就会给我很多钱 段云一边看着照片一边听着 脸色十分严肃到小翠 这是我很重要的师兄 你能告诉我拍照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吗 文言 小翠有些失落地压低了声音 希望段云能做好思想准备那天 杨永信叔叔让他蹲在草丛里猥琐发音 不久之后就听见外面有声音 他探出脑袋朝外面看去 就看见两个人在外面争论的时候 后来这个阴阳怪气的家伙 突然带着几个人出现 最后你师兄就死在了这个人的手上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突然整个房子都变得摇晃了起来 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段云已经动怒 看样子想要找到杨晨 就只能通过杨永信 经过今晚的事情后 那家伙指不定在哪躲着 随即到小翠 你知道怎么联系杨永信吗 李叔自从段云离开后 就一直在店里等到很晚 就当他以为今天又要空等一场的时候 门外听到了动静 你见伯哥正背着微微师姐 缓缓走近来段嫂 快来搭把手 我快不行了 李叔有些疑惑也有些惊恐 怎么会是你 伯哥遥遥欲坠到段嫂 快别说了 这是段云的事迹 可不能怠骂了 李叔这才反应过来 赶忙上前帮忙 另外一边 女警官正和杨晨大打出手 论实力她哪里是变态狂魔的对手 杨晨十分轻烈地看着女警官不错 你这种猎物还是蛮有意思的 就当她准备慢慢享受这猎杀时刻时 一名手下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 杨晨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 随后用一副十分猙獰的表情 看着女警官都是因为你 让我打算留在最后享用的甜点逃跑 接下来就让你来弥补这一切吧 两位猪队友还在密道外面傻傻地等着 尹杰怎么还没有回来 这可咋办 你慌什么 这才去了多久 你急什么急 这时旁边的草丛传来声音 把两人吓了一跳 最后壮的胆子走了上去 扒开草丛一看 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感到震惊 只见凌云倩浑身衣服破烂不堪 正奄奄一息地靠着树上 此时的密道中 女警官正和阳臣进行激烈的交战 两人看着打得有来有回 是则女警官已经落入了下风 正当她思考对策时 阳臣又一激起来 女警官勉强躲不过去 呵呵 小娘们躲得不错 真是有意思啊 女警官知道不能坐以待毙 必须速战速决 随即主动赢了上去 这家伙虽然会越变越强 但速度也变慢了 要抓住这个机会才行 一个闪身到其身后把阳臣击倒在地 看见倒地的阳臣 女警官顿时松了口气 果然 这家伙就算再厉害也终究是人类 总算成功了 没得父亲丢脸 正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后面传来了恐怖的声音 使得他灵魂都在颤抖 你知道吗 用压倒性的力量去击败对手是最无缺 必须要让人看到希望后 又击破那自以为是的希望 这瞬间人的表情是最精彩 没错就是你现在的表情 说吧 直接一击就把女警官给打晕了过去 把她带下去 凌云欠跑了就让她代替她 此时 杨永信正在大发雷霆 因为她刚刚收到了消息 唯一和段云有联系的人 竟然是被她引去阳臣那边的女警官 这时她感到一阵头疼 匆忙起身朝外赶去 希望我到达之前那个小妞还能安然无恙 她不知道的是 段云此时已经在小翠的带领下来到了她的别墅外 可能是段云变成了小孩模样 使得杨永信没有认出 两人就这样擦肩而过 段云发现车上的是杨永信后果断追了上去 只留下小翠一脸茫然的战胆 过了一回 段云感觉到身体越来越沉重 呼吸也变得越来越激浮 现在这副身体还不能调用蒸汽吗 该死 眼看就要追上她了 这时小翠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伸出手大喊段云 快上来 段云缓缓伸出手 一把跃到摩托车上 这次真的是谢谢你 不过你这车是从哪里弄来的 此时杨永信已经赶到了杨成的私人会所 鉴于杨成的性格 使得她也不敢轻易进去 只能叫人来撞撞她 这时女警官正被关押在一个昏暗的房间里 当她醒来后发现自己被两条粗大的铁链绑着 并且四周无人看守 很明显杨成还是小看了她 女警官虽然受到了不小的伤害 但战斗力还是有的 正脱开铁链后便小心翼翼地往前走 突然在她的不远处再次传来求救声 女警官经过上次的事情后变得十分警觉 绷满警惕地往声音的方向看去 但当她看清楚眼前的场景后 心里的怒火不由地多了几个 暗暗发誓一定要杨成得到制裁 另外一边 段云和小翠也已经到了密道附近 小翠还在疑惑段云为什么对杨永兴这么执着 因为她觉得杨永兴并不是坏人 段云也没时间和她解释这么多 只能谎称是想通过她来找人 小翠想起段云之前说的话 以为一个小孩子想要自己去寻找凶手 便想要阻止 段云目光十分坚定地看向小翠 有些事情只能我做 也只有我能做 随即让小翠快点回去 前面的路危险重逃 带着她反而不方便 乃至小翠还是放心不下 让一个小孩子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硬要跟着一起 段云无奈 看来自己真的是被完全当成小孩了 就在两人争执不下时 小翠身后出现一只熊猛地朝她扑了过来 吓得她失声尖叫了起来 但想到段云就在身后 还是硬着头皮摆出架势 想我也是学过几天空手刀的 让我来保护你吧 说吧一拳打了过去 沉默片刻后 大雄屁事都没有 甚至还感觉受到了侮辱 张开锯口就要咬你 小翠早已被吓得瑟瑟发抖 蹲在地上 晚了一会才转过头看 发现大雄已经被段云但趴在地 没想到这小毛还这么厉害 倒是我小瞧她了 段云自信地看着小翠倒怎么样 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前面的危险可不比这些 段云本以为通过这件事能让小翠屁颠屁颠地跑回去 没想到她还是想死皮赖脸的跟着 两人就这样再次争执了起来 这是旁边草丛又传来的声音 只见一道熟悉的光线照了过 这不是那两个猪队友吗 段云偶遇猪队友后 从他们嘴里得知了宴会过后的所有经过 正准备出发去密道时 却被猪队友拦了下来 是谁啊 怎么感觉和我们很熟的样子 对啊 你一个小孩子大半夜不回家还在外面瞎逛 小心叔叔我带你回去教育教育 段云无语了 这两货很明显没认出 自己就把他们所知道的全盘告知 秋水尹 你队友真是国宝啊 你们两个憨货 虽然我身体变小了 但声音总该没有变吧 现在应该知道我是谁了吧 两人大惊你是段云 当即给跪了下来 大哥你快去救救尹姐吧 他一个人进去到现在还没有出来 我们很担心他 段云得知杨晨也在 肯定是不会放过他的 随即表示让他们其中一个带路 另一个留下来照顾林明浅 小翠也想要跟过去 但是段云最后还是让他也留在这 看着段云的背影 小翠不知不觉地感到有些可怕 他明明是笑着的 但为什么却给我一直难以接近的感觉 密道内 杨晨正和杨永信带来的两人谈论 显然这两人的实力不低 杨晨到张宇 什么风把你吹过来了 还是说你对我的艺术品感兴趣 我这个人很直接 你是不是抓了个女的 还是护卫队长 他可是市长的女人 是个不错的交易筹码 你该不会把他玩坏了吧 这个人我可是要定了 听着对方的口吻 杨晨直接把酒杯给捏爆了 张宇啊 我说你 什么时候也配合我要赢了 你算老几啊 看着杨晨的表情 张宇口吻更加张狂了起来 我是看在大家都是同伴的份上 才对你这么客气 你的境界不就是后天六品吗 在我们里面也就是个中下游水平 可别给脸不要脸了 话都说到这份上 杨晨也不给他兜着 吩咐手下马上去把那个女的给干掉 然后一脸嘲讽地看了过来 张宇身后的大汉直接怒了 朝杨晨脸上给狠狠来了一拳 鼓舞者以古代品皆划分 九品最低一品最高 一个区区六品的渣渣一本地 就当两人以为胜券在握的时候 杨晨那阴阳怪气的声音传了出来 你们两个夯祸 有烟无伤懂不懂 而且谁说我现在还是六品 张宇顿感不妙 大喊小心 但为时已晚 只见杨晨颇具玩味地看着他道 连我隐藏了实力都看不出来 你也不过如此啊 鼓舞者是对自古以来 凭借修行和服药等手段 能在身体中产生真气 并且能够运用的人的成物 真气顺着人多其经八脉 形成周天运转 并且能通过自身激发出特殊的能量 鼓舞者等级划分便是通过真气总量 以及运用技巧来成 哪怕是九品也能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而无品作为鼓舞者的分水岭 达到者可将真气运行全身 而品级更高的鼓舞者 则是能运用真气 做出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 此时张宇正被杨晨发狂式地追打 他万万没想到杨晨 居然也已经达到了和他一样的境界 后天四度 按道理来说两人应该能打得不相上下 但张宇却是一个劲的闪躲 杨晨出言挑衅 不是说教训我吗 怎么只知道懂 随即速度更加快速地追打过来 张宇之所以不断闪躲 是因为他看着杨晨丝毫不收敛真气 大开大门 就算是四平实力也难以支撑他挥霍太久 只要撑到他真气耗尽 那不是稳定吗 随即到二世祖既然大家都是四平 在这地方不好动手 有种和我出去打 杨晨也知道他的想法 但他丝毫不慌 他自信张宇是逃不掉了 于是没有丝毫犹豫地跟了上去 密道中 宇警官还在向前探索着出口 突然前面传来了声音 只见几个混混正在不断地讨论着什么 差点迎面撞上了 幸好反应够快躲开了 最后回到了原来关押自己的地方 继续假装昏迷 几人看着这身材不禁蠢蠢欲动了起来 争先恐后地扑了过去 在几人完全放松警惕后 女警官三下五除二地把他们都撂倒在地 帅气转身 真是一群败类 是啊 他们真是一群败类 这突如其来的声音下了女警官一击灵 随后便被一拳打飞出去 女警官竭尽全力接下这一招后 浑身动弹不了 眼看男人越靠越近 自己却无力很靠 难道真的要完了吗 就在绝望之际 男人突然被他身后那装备齐全的人 给垫晕了过去 只见那人缓缓说道 就算是鼓舞者也不是水火不清啊 邱队长我来救你啊 女警官一脸猛逼 大叔 我们认识吗 女警官正跟着眼前这神迷人 火急火燎地往外赶 路上女警官也曾对气产生过怀疑 但一想到杨腾的暴行 此人愿意与之对抗 便还是选择相信 此时躲在铠甲内阳勇性 原本面对提问荒的一批 以为自己已经被发现了 但没想到这女人这么单纯 于是有意无意地把话题 往段云身上提 女警官也是第一时间想到了段云 也只有那家伙才能解决眼下的麻烦 杨勇性一看鱼上钩了 便提及要去哪里才能找到她 女警官刚要说出 但她突然察觉到了危险 便一把抱着杨勇性躲不过去 转过头一看 发现来人竟然是杨晨 此时的章鱼已经等她踩在了脚下 正露出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 本想着等她真气耗尽再出手把她干掉 可是她没想到自己早已经入了这个老狐狸的圈套 杨晨看着地上章鱼那紧张的神情 不禁莫名地兴奋起来 没错就是这种表情 简直就是杰作呀 刚要动手了结掉她 但被女警官给阻止了 杨晨这才发现已经逃跑出来的女警官 杨勇性看着架势是想要动手 他们现在哪里是这个丰富的对手 而且她需要的信息还没有得到 赶忙出言建议现在实力不足还是先撤退的好 哪知女警官并没有撤退的意思 便把段云的住址给说了出来 企图让眼前这位大叔去找段云过来 他则在这里拖着杨晨 杨勇性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信息 邪魅一笑 我明白了 便离开了 杨晨看着独自留下的女警官 不仅有些嘲笑 你怕不是忘了之前的狼狈模样了吧 女警官也深知自己不是这个疯子的对手 但一想到之前哭泣的使命 心中的怒火便安耐不住 他作为这个城市的守卫队长 哪怕是死也要捍卫自己心中的证明 于是毅然决然地选择再次挥拳挑战 杨晨面目猙獰地扑了过来 有意思这次可别这么快就倒下 就在这时一只手突然出现 硬是挡下了杨晨的攻击 紧接着熟悉的声音传来 总算找到女人 段云和杨晨再次碰面 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两人直接就对轰了起来 朝朝都想知对方死地 章云也因为两人打起来而捡回一条命来 感慨到想不到这个小孩 居然是武平鼓舞者 宁记轻轻就有这样的成就 以后前途无量了 只可惜面对的是四品境界的杨晨 他还是弄了点 杨晨显然没有认出眼前 这个小孩就是段云 凝聚出强大的真气 想要速战速决 段云吃力地挡下了这一招 但自己也被震飞了出去 见此 女警官着急大喊段云 你没事吧 你刚才喊他段云 杨晨这才反应过来 这小孩是段云 眼里有些不可置信 你没听错 我就是段云 我这次来是向你讨债的 段云义正言辞道 杨晨直接大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讨债 就凭你现在这个样子 别大言不惭了 段云挥手让女警官赶紧撤离 这是他和杨晨之间的事情 其余人没必要牵扯的 说罢便冲了过去 但他的攻击都被杨晨给轻松了 还嘲讽了起来 段云你打哪里呢 现在到我了 随即一套组合拳打了过去 段云因为天启绝后遗症的缘故 导致体内真气混乱 只能调用一部分真气 而且还很难控制 这才落入被动的抵挡军面 此时杨晨的攻势愈发猛烈 虽然不知道你是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但凭现在的你是无法战胜我 说着又使用了一招 从天而降的长法 给轰了过去 去死吧 哪知一套花里胡哨的攻击下来 段云什么事都没有 反而还成功控制了真气 杨晨剑撞气的青筋暴起 真是难缠的蟑螂啊 段云以无品境界跨级挑战 有着癫狂野犬之称的杨晨 这场战斗最后到底露死垂水 就在刚刚段云强行控制住了 自己体内那混乱的真气 让自己达到了无品境界 但显然还不是杨晨的对手 几次攻击都被轻松化减下来 并且杨晨还看出了 段云的呼吸已经乱了 无法维持这个状态太久 只要在耗些时间 自己就可以随便拿捏了 段云哪里是青年放弃的人 又是一顿持续输出 但还是被轻易躲过了 杨晨见此轻烈地笑了起来 看来你还不明白 我们之间的察觉 随即来了不回忆啥 有的人从一出生就拥有一切 接受着最好的教育 最好的生活 想要什么都可以轻轻松松地得到 但更多的人一无所有地 来到这个世界 去为一闻不明的东西劳碌一生 就算勉强抓住了 自己想要的东西 如履薄冰 生怕一部流神就从手中溜走 你以为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这个世界 从出生开始就有高低贵贱之分 高贵者就应该有权掌握一切 地位低下的人 就应该老老实实地 趴在地上接受水 段云感觉有些不可理喻 继续攻击着 但下一秒便被杨晨贯穿了身体 看着段云痛苦的表情 杨晨又开口了 毫无疑问 我就是那高贵的人 而你 就理应被我支配 女警官健壮急得就要冲过去 但被章鱼给拦了下来 杨晨发疯似的大笑 以为段云马上就会死在自己手上 但他的手却被段云抓住了 我不是来听你讲 这些狗屁不通的道理 我是来找你讨债的呀 杨晨一惊 这家伙怎么可能还活着 随即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段云使用内力 强行添移了心脏和血管 这才没有受到致命的伤害 杨晨想要挣脱 但他的手臂已经被段云死死抓住 他万万没想到段云居然会通过这种方式 来伏服他的行动 只见段云大喊 你欠的都该还吗 随即又是一套组合拳 杨晨此时也没有之前的淡定 把全身的真气都转换到了防御上 只要撑过这段时间我就隐了 女警官一度以为自己眼花了 总感觉他们身上多了层东西笼罩着身体 章鱼解释道这是钢气霸体 看来杨晨的实力已经到达了四瓶巅峰 差一步就可以跨越到三瓶 眼看段云的攻势逐渐弱了下来 杨晨又恢复了几分自信 我这钢气没有三瓶实力是打不破的 你已经由静灯窟了 很显然这次是我赢了呀 真的是反派死于话多 只见段云深吸了一口气后 缓缓开口欠六师兄的 该还了 随即真气集中在左手上 一拳挥了出去 这一拳把杨晨那引以为傲的钢气 给生生打散了 整个人都倒飞了出去 杨晨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那引以为傲的护体钢气 就这么一拳被打掉了 整个人直挺挺地飞了出去 段云望着地上 已经失去意识的杨晨 曾经和六师兄的回忆涌上心头 他从小打心眼里 已经认了这个大哥 可惜自己终究没能阻止 这一切的发生 段云默默地看向天空 六师兄 我帮你报仇了 随即整个人都倒了下去 本以为事情已经解决 但一神秘男子的突然出现 导致现场气氛再次紧张了起来 张宇不愧是道上混的 看着眼前实力不俗的男子 自己提前准备好的一招 终于派上了用场 虽然本来是打算对付杨晨的 但没想到反而成了 他们的救命稻草 两人同时爆发出气势 与男子对峙 张宇看了看旁边的女警官 心想着 当时用真气给着妮子做嫁衣 让她可以在短时间内 拥有四平鼓舞者的气势 没想到居然在这种时候 派上用场 虽然打起来可能只有八平实力 但眼下能哄住她我们就赢了 女警官也凭借着气势向前一步倒 把段云放下 看着拥有如此气势的女警官 男子感到有些惊讶 没想到你居然是鼓舞者 还是比较难得四平的鼓舞者 之前完全看不出来 张宇瞥见男子脸上露出一丝头疼的表情 赶忙出声道 我们也不想和你发生冲突 劝你把人放下乖乖走路 否则打起来你也讨不到好 女警官按照张宇的话开足了气势 但自己心里则完全没了底 眼前这家伙根本看不出深浅了 真的能被我唬住吗 三人对峙了一会 一股寒风吹得树木咯咯作响 男子摸了摸自己的头发 头可断 发型可不能乱 女警官看男子分神 再耽误下去 段云性命可能不保 于是选择直接出手 看着气势汹汹冲过来的女警官 男子无语了 直接把段云送到了女警官手中 随即一个闪身到了两人的后面 我最讨厌和妹子打架了 还是和一个这么漂亮的美女 你这么喜欢 段云就把她给你了 对了等她醒了 告诉她一声 裁决汇已经盯上她了 让她小心了 说吧便消失在了她 张宇见状不由地松了口气 随后便直接倒在了地上 女警官猛了 怎么你 也倒下去了 万一那家伙去而复返怎么办 张宇趴在地上解释道 自己受伤后 为了唬住那家伙强行爆发真气 才导致这样 而且 那家伙 我确定已经走了 否则不可能让自己 露出这么难堪的情况 你放心好了 说吧便彻底昏迷了过去 第二天 段云和张宇 已经躺在了林家的别墅中 此时女警官和林云倩 正在讨论着什么 女警官还是对段云 直接干掉杨诚的事情 有些耿耿于怀 她最希望通过法律手段来制裁她 不过现在也没办法 林云倩还以为女警官 要逮捕段云 瞬间慌了起来 见状女警官赶紧摆摆手 表示自己不是那个意思 只是想到 杨诚对待的那些女性 自己就很气 就这样被干掉 反而算是便宜她了 林云倩见状 也放心了下来 劝女警官看开一点 最后无奈地补了一句 虽然我觉得自己 也看得太开了 居然大度到把段云 在我这养伤的事情告诉她 段云缓缓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躺在一个熟悉的地方 看着桌子上的照片 段云忍不住露出了微笑 没想到小时候的照片 她还留着 而且房间布置 也是和以前一模一样 心中顿时生出一股暖流 片刻后 段云回到床上 开始检查自己的伤势 这时段云 惊喜地发现 之前为了躲避致命伤害 强行改变了自己身体结构 从而导致自己的那周天 发生了变化 正常古武者一般的 单学只具备36枪 而自己现在 却拥有整整72枪 真是天助我眼 段云之所以 一直突破不了 天体绝第五动 是因为她的心法口诀 与前面四重 完全不一样 根本不适合 人类那周天 单学修炼 没想到通过这场战斗 让她摸到了新的方法 如果突破第五动 说不定 就能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了 想到这 段云也不顾身上的伤势 选择冒险直接现场 突破天体绝瓶颈 然而 这一操作 差点没直接把自己送过 整个心脏 宛中要被捏爆了一般 好在凭借自己的毅力 硬生生扛了下来 段云躺在床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差点以为自己 就要挂了 不过总算把天体绝 第五重所需的 三处单学给凑齐了 只差最后一步 想到此 段云忍着疼痛 爬起身 感受着自己身体的变化 现在只要激活这三处 单学并且用真气连接 并入自身那周天就行了 说干就干 于是开始凝聚真气进行 这至关重要的一环 在承受极大的痛苦后 段云大喊 给老婆过 这时 一道道金光 从身体中射出 段云也在这时晕了过去 就在刚刚段云 因为强行突破导致昏迷 才恢复意识 却发现自己的双手 被李叔紧紧握着 并且还在自言自语地告白 这波举动 吓得他只能继续装晕 不敢有丝毫的动静 心里默念着 被关系如此密切的妹子 告白应该怎么办 再现得 李叔此时也发现了段云的异样 他的温度 怎么突然升高了 难道是伤势恶化了吗 想到这他慌忙地朝门口大喊 求救了起来 段云不想惊动 其他人 只能慌忙起身 此时 我们的电灯套 伯哥正一个人 在门口的走廊上闲逛 嘴里还发着牢骚 想我伯哥当年 也是要钱 有钱 要女人有女人 但我还真是羡慕死段哥了 有个这么漂亮的老婆 还认识这么多美女 最重要的是这些美女 还贼特么有钱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宰得这么大呢 说完不忘来上一支 希望有朝一日 我也可以这样 不过怎么感觉段哥 好像缩水而已 看起来有点小 还没等他思考 房间内就传出了声音 这突如其来的声音 使他快速地 朝房间跑去 生怕出什么事情 段嫂你没事吧 伯哥问道 但接下来的一幕 直接让他呆住了 你妈的 你们两个秀恩爱 就秀恩爱 能不能提前通知我一下 好让我走远线 真的是服了 你们两个老六了 但他显然是误会了什么 两人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段云 刚才起来实用力过猛 直接扑倒在地 才发生了 刚才这一幕 这时段云朝伯哥 使了识眼色 你压的 我浑身动弹不折 话也说不出来了 稍微有点眼力 就过来拉我一把 伯哥瞬间化身懂王 段哥在朝我识眼色 在这个时间 这个场合 根据我这几十个小时的 小弟经验来看 段哥这个眼神的意思是 我懂了 于是马上给予了回应 段云当即 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王伯 好家伙 没想到他居然懂了 看来以后可以考虑收他 这个小弟了 哪知下一秒 伯哥瞬间就把门关上了 嘴里还大喊着 我什么都没看见 段哥你放心 你们继续 我在外面帮你们把风 说罢便走开了 只留下一脸呆滞的段云 我擦 你这家伙在想什么 把个锤子疯啊 伯哥整个人十分精神地 守在进入房间的必经之路上 脸上洋溢着笑容 我潇洒转身 深藏宫里面 不过段哥和段嫂 真是小别盛兴婚啊 伤都没好 就干柴烈火 小弟甘拜下风 这时一道 声音打断了他 你说什么干柴烈火 段云穿上李叔拿来的新衣服 格外的开心 没想到你这么细心 还特意帮我带了换穿的衣服 真是太赞了 李叔听了段云这一顿夸 一时间不好意思了起来 这一幕 直接给旁边三人喂了一波狗粮 本来女警官和林云倩在走廊 听到伯哥的自言自语后 原以为有什么大动物 结果却是吃了狗粮 果然混混都是不靠谱的 林云倩见两人关系这般 密切忍不住吃起了醋 直勾勾地盯着段云 而女警官却直接跑到段云旁边研究了起来 段云 这家伙难道是天山同老吗 怎么一会变小 一会变大的 真是个奇葩 另一边 杨永信显然还不知道 昨晚发生的事情 已经带了不少人 来到了李叔的店 只见他恶狠狠地盯着前方 段云 这次我不惜代价地 请了这么多高手 绝对要把薇薇夺回来 你给我等着吧 别墅这边 段云和女警官来到了张频的房间 张云看着突然到来的两人道 没想到你受了这么重的伤 居然恢复得这么快 要是你当年 有这本事也不至于被关到那滚地方去 段云也不废话直接道 裁决会的事情 你知道多少 张云表情微微一变 别以为我和你联手干掉杨晨 我们就是同伴了 你想得太简单了 这时 女警官插话道 老兄 你之前不是还借力量 给我保护段云吗 而且 那个正义的伙伴 不是和你一起的吗 正义的伙伴 张云无语吧 你说的 该不会是那个戴面具的家伙 女警官一正言辞道 对啊 在危机中出手相助 为了打倒邪恶继承伙伴的种坡 这不正如他所说的是 正义的伙伴吗 所以 你该不会也认为我是为了正义 他和阳辰拼死战斗的吗 女警官美好气道 当然 你肯定也是我们的伙伴啊 张云听到这哈哈大笑了起来 这女人的脑回路真的是可爱啊 段云严肃地看着她 不管怎么样 你也算是和我联手干掉了杨晨 财决会那边是不会放过你 张云黑黑一笑 段云 你不用拿财决会压我 有这功夫 不如关心一下戴面具 那个家伙 段云感觉情况不对追问道 你什么意思 张云道 虽然我不是你同伴 但告诉你也无妨 她可不是什么善查 她的目标可是你的师姐 杨威 饭店这边 自从微微师姐看了一封信后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得不到控制 贱宁看着这个状态的师姐 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 这时 忽然门外传来了声音 贱宁经过这几天的打工经验来看 这准时又有人找上门来挑逝了 想到此他慌的一批 现在 就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菜鸡在这 难道我今天就要领盒饭了吗 就在他手足无措之时 那名神秘男子再次登场 一个园丁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 正在沾沾自喜 这可真是艺术品了 又可以给隔壁 王大妈送新品筒的花了 然而 下一秒他的艺术品 却被一名不速之客给破坏了 只见段云从天而降 直接把画都给弄飞了 园丁看着自己准备送人的艺术品 就这样没了 欲哭无泪 林云倩此时在楼上叫唤着 段云你等等 要赶过去的话 我这里有车 段云用脚一瞪 直接朝远处飞去 只留下淡淡声音 不需要 此时的他从张雨娜得知 面具男的目标是尸解后 便一刻也待不住 只想用最快的速度 赶到尸解身边 林云倩和女警官看着这一幕 满脸不可置信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轻功吗 真是大开眼见了 张雨的淡定地 看着手中的书星星 没想到段云在重伤 恢复后 实力竟然到了 这般变态的程度 真是因果得福 就在段云拼命赶回去的同时 他们的店已经被翻了个底朝天 杨永信冷冷道 段云居然不在这里 难道他已经得知消息提前走了吗 就在他疑惑时 手下指着窗口喊道 快看 这里有遗留下来的脚印 他们会不会刚跑过多久 杨永信闻言 直接跑过去亲自查看了起来 突然他发现前方不远的天台上 一男子正扛着他想救的微微 而且还摆出一副挑衅的姿态 这特马 谁能忍 杨永信手一指 快给我把这个混蛋吊起来打 瞬间 杨永信的手下就把男人的去路都堵了起来 男子倒也不慌张 语气颇具嘲讽道 没想到 你们居然也是鼓舞者 不过看样子 只是一群不入流的门派传承罢了 两人听着这语气感觉很去不说 这家伙看起来像是名门弟子 怕是不好对付 应该只是 这家伙虚张声势而已 我们一起上 直接把他拿下 男子一边听他们说 一边把微微尸碱放到地上 虽然你们不入流弹好歹 也是谷主 那我就勉为其难地陪你们玩玩吧 你们要的人就在这 想要带走他也很简单 只要你们能用手碰到我就行 两人直接怒了 我靠 老子最见不得别人装十三 既然你急着送人头 那就别怪我们了 说罢便轰了过去 就当他们以为得手时 后背突然传来了 阵阵杀意 其中一人反应 要快直接一个回旋踢踢了过去 乃曾想居然一脚踢空了 两人这才意识到 这是被他耍着玩 当即怒骂 好 这家伙速度太快 只能捕抓到他的残影 再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 男子站在高处 看着两人道 两位别紧张 我说过不和你们动手了 所以不会对你们怎么样 放心好了 底下一人冷笑道 该紧张的是你吧 这时一人突然出现在男子身后发动袭击 男子表情一僵 年轻人不讲武德搞偷袭 不过也无所谓了 接下来就让你们自由发挥吧 说罢直接消失在里面 三人在楼顶上四处寻找的 但什么都没有发现 可恶 那家伙是逃走了吗 真是便宜他 然而此时 男子正在远处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破颜了这么久 段云也该到了 接下来好戏就要登场了呀 几人正围绕在薇薇师姐 身旁向杨永信邀功索要仇丁 此时杨永信的心思 全都在薇薇师姐身上 随即让他们放心 事成之后一分钱也不会少 看着躺在地上的薇薇师姐 杨永信露出了笑容 好了 薇薇 事情都已经结束了 你安全了 这时 薇薇师姐也醒了过来 杨永信 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 薇薇你终于醒了 我们这就回家吧 哪知薇薇却愣在原地 许久才说话道 父亲 我有些问题想问您 希望你能和我说实话 杨永信为了避免夜长问多 当即表示 有什么事情可以回家再说 这个地方太危险了 必须先离开着 然而 薇薇师姐却一领坚定的表示 这个问题对她很重呢 必须要在这里问清楚才行 杨永信是个聪明人 发现情况不对后 立马转换了态度 好好好 你想问什么 就问什么 我会好好回答的 薇薇师姐身体有些颤抖的 前几天 您让我帮着杨晨把一个流浪汉 引到公园里 那个流浪汉似乎认识我 但我完全没有印象 直到今天我看到了一封信 一封让我不知不觉流泪的信 从那一刻起 我的脑海里就多了很多画面 全部都是有关他的 就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梦里的内容 有美好的也有难过呢 感觉 那个人是真实存在过我的世界里 父亲请你告诉我 这一切到底是不是真的 说吧 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失声哭了起来 杨永信此时已经满脸飞现 但还是强装镇定的笑着 安慰道 傻孩子 你做的一切都是噩梦 都是假的 不要再想这些事情了 文言 微微视解情绪更加激动了起来 不是这样的 我确信这些画面 都是我的记忆 没等他说完 杨永信直接用针 扎了一下他的脖子 冷冷抱 只有在我的照顾下你 他会真正的一世无忧 你是个乖孩子 你只是被坏人蒙骗了而已 等你睡一觉醒来 世界还会是原来那个世界 然而 让他没想到的是 微微师姐居然一把将他推开了 杨永信满脸的不可置信 你竟然敢反抗我 我告诉你 不管怎样你永远都摆脱不了我 旁观的吃瓜群众 看得是一脸猛逼 但看见自己的雇主被推开 还是忍住想上去帮忙 却被领头的拦住了 我们只是被雇佣来找回他女儿的 别的事情能不管就不管 这水太深 感觉不简单 杨永信文言直接录了 你们几个看什么 还不赶紧给我把他抓起来 钱你们还想不想要啊 几人十分不情愿地走了过去 切 要不是看在钱的份上 老子才不会听个喳喳的命 那也和他给到实在太多了 此时 微微师姐已经开始一时模糊了 整个人都摇摇晃晃了起来 可恶 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 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去做呀 就在他感到绝望的时候 一道声音传来 语气中冲了沙印 我看你们谁敢 就在微微师姐即将晕倒之时 段云终于到达了现场 并扶住了师姐 段云一脸担心道 放心吧师姐 这次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凡是伤害你的我 都要他付出代价 这时 又是这个老六 趁着段云说话都空打 忽然从背后发动袭击 有破绽 看我的 只见段云 一个闪身 直接到了安全的地方 小心地 把世界安置好 随后面对着冲来的三人 只在瞬间 就把三人直接放倒在地 自从段云突破后 实力就有了质的提升 此时的他想要干掉三人 简直易如反反反 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看着地上的三人 段云冷冷到 好好活下去 或许我们以后 还会有别的交集 看在你们 只是为了钱养家糊口 并且没有对我师姐 做出什么过分的组分 这次就放你们一眼 此时的杨永信 冷汗直流 可恶 之前有个家伙 坏我好事就算 现在再来一个段云 老天对我真是孤光 好在我还有别的不准 段云看着杨永信 接下来 我们就好好聊聊吧 杨永信 深知不是段云的对手 于是做出一副 无辜的样子 想要把段云 引入到他的陷阱中 段云看着杨永信 这副模样 是越来越火大 一步步地靠了过来 看着段云 踏入自己的陷阱范围 杨永信高兴地大喊 哈哈 段云 即使你再厉害 又怎么样 还不是找了我的道 先锋组的兄弟 趁现在快收拾掉 这个裁决会通缉的小孩 哪知接下来的一幕 着实有些尴尬 段云都走到面前来了 愣是啥也没发生 段云有些无语地 看着面前的杨永信 这特么不会是吓傻了吧 见没有反应 杨永信彻底慌望 继续大喊着 先锋组的兄弟 好大哥 好大爷 好蒙你大爷的倒是快出来 再不出来 等着来吃席嘛 这时 在不远处的顶楼传来了声音 你这个老男人真有意思 我都说了不会配合 你玩这种无聊的把戏 还在哪里喊个什么劲 暗算偷袭什么的 不是我的风格 真男人 就应该硬刚 段云此刻也发现 这家伙不简单 看样子 实力已经达到了三匹巅峰 这就是裁局 最强执行机构 先锋组的成员了 看来不得不认真对待 此时 好蒙周深已经环绕起真气 指着段云大喊 段云 我听这家伙说来这里 就可以和你打一场 起初 我还以为是忽悠我 没想到 居然真的遇上你 我想和你交手很久 来一决胜负吧 古武者 作为人自然也有善恶之分 但因为他们投身于武道 超越了凡俗 几乎不能被世俗评判 于是 在一千年前 由宗师魏玄成 创立了裁局会 从而达到维护秩序的目的 而先锋组 则是作为裁局会制裁 做恶骨武者的先锋 由裁局会选出的 十二名精英组成 代号为十二弟之 他们几乎所向披免 此时 好蒙整兴致勃勃地 看着段云 表示初次见面 自己想要给段云 送上一份大口 说罢便直接朝段云冲来 画面一转 段云已经带着师姐 回到了饭店 说来奇怪 本来应该打起来的两人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导致两人并没有交手 段云给师姐把脉后 脸上露出担忧的神色 看样子师姐是中毒了 不过好在 暂时没有威胁 要解毒 也必须要等书姐回来才行 这段时间 也不知道做什么 于是段云便朝内屋走去 看着被砸得乱七八糟的店 段云心里 又是滋味 忽然他发现 电宁正躺在地上 昏迷不醒 经过检查 信号只是昏过去了 没什么大案 这让段云松了口气 敢开头 你这小子命 真大 没一会 李叔便急冲冲赶了回来 打开店门 一看发现 电宁正躺在沙发上 李叔赶忙上去查看 国哥看着乱糟糟的店 也不由地叹息了一声 原来还好好的 没想到居然变成 现在这个样子 李叔则表示人没事就好了 其他的不重要 这时段云听到声音后 赶忙招呼李叔进来帮忙 李叔看见段云后 顿时放松了步调 终于是露出了笑容 小跑的过去 到了房间内 段云立马把眼睛给蒙了起来 李叔看着 这操作有些紧张 段云让他放心 只要按照他说的去做就好了 况且 你是我最信任的人 你办事我放心 李叔文言也是来劲的 你需要我怎么做 交给我吧 接下来 请你帮我把师姐的贴身衣物给去掉 好的 李叔走到微微师姐面前达到 忽然他反应过来 段云 你刚才说什么 此时在裁决会的圣堂中 一群神秘人正在讨论着什么 这么说 杨晨就这样没了吗 为首的面罩 男冷冷到 是的根据我们老大的说法 干掉杨晨的是段云 底下一人回答 看清楚其面容 居然是之前保释段云的美女 面罩男听完有些不悦 又是这个段云 三年前也是他坏了我的好事 不过我不明白 为什么你们老大要放他吗 美女微微一笑 我们老大的做事风格 我也搞不明白 不过杨家已经知道了这事 相信不久就会动手了 你尽管放心 面罩男听到杨家后 也凝重了起来 杨家吗 那只沉睡的老虎 终于要醒了吗 再回到段云这边 他正在将自己的真气 注入师姐体内 只为了把师姐身上的毒给逼出来 并嘱咐李叔 我这样做使他体内产生两股真气 他的体温会急剧增高 我需要书解你 及时帮他擦拭身体降温 预防走火入魔 这时李叔发现不对 立马告诉段云 微微师姐情况不对 他的脸色惨白 整个人感觉都不好 段云一惊 他已经十分小心了 整个过程中 没有一丝披露 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师姐 你可一定不能有事啊 就在段云为师姐排毒的过程中 一股股气息从房间内漫出 站在门口站岗的伯哥一惊 不就排个毒吗 怎么搞得好像要拆房子一样 动静这么大 里面到底是什么个情况 当他吸入弥漫在空气中的气息时 整个人瞬间昏迷了过去 这股气息顺着空气流出了店外 许多路上的人 吸入后纷纷到底不起 店内 段云还在运行天气爵位 师姐排毒 李叔在旁边满脸不安 当他稍微靠近段云时 发现他身上竟然也烫得离谱 温度好似火炉一般 这可愁坏了李叔 想到刚才段云的主妇 要给师姐用冷水降温 于是 他便把这个方法 也用在了段云身上 希望这样能起到作用 段云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你们烧坏 突然 一股莫名的力量出现 段云猛地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身处 一个陌生的地方 看着周围发生的变化 段云一惊 这好像 是我过去记忆中的人 段云不禁陷入沉思 居然进入到意识世界了 这难道不是先天进谷物者 才具备的能力吗 莫非 是我和师姐的真气 产生共振 生成了伟先天 这时 一道声音 打断了段云的思考 段云还不快束手就擒 这声音是 段云转头一看 没想到 居然是你 段云直接凝聚真气 就要打过去 突然男子化身黑影 缠绕在段云身后 无端地蛊惑他 让他想起以前 一些不好的记忆 真的要救那个女人吗 你难道忘了这一拳之后 你就被林家陷害 关进死里倒吗 你的师兄们 为了保护宗门 全部战死吗 还有你那六师兄 虽然狗活下来 但最后还是和他们一个下人 这一切都是你引起的 你要是学会忍耐和承受故宫 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看着段云站在原地不动 男子从旁边冲来 他认定段云已经被蛊惑 不会反抗 现在就是动手的好时机 哪知 下一秒 他就被轰飞了出去 只见段云冷冷地看着他 我是个现实主义 就算在这里什么都不做 现实中不会有所改变吧 听说踏足先天静 需要面对心魔 看起来也没什么可怕的 老子一拳一个 把你们都解决了 看这破幻境还能怎么样 说吧 便开始了单方面的脑压 随着破碎声传出 段云看向四周 感觉自己还是处于这个世界中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时他发现了不远处的尸解 跑过去查看后发现尸解 整个人呆呆地 坐在那儿没有任何动静 难道尸解也遭遇了心魔吗 要是意志不够坚定就完了呀 要想个办法帮一下尸解才行 当他接触到尸解的瞬间 整个人被传送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段云紧张地看着四周 这难道就是尸解的意识事件吗 怎么会是这般昏暗的场景 这时他发现尸解就在他的前方 正高高举起手中的匕首 自言自语着 说罢便手起刀落直击要害 段云看着这一幕瞪大了眼睛 冲过去想要阻止 师姐你这是在做什么 但他根本就碰不到尸解 感觉眼前 这人只是师姐的灵魂一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碰不到 还没等段云搞清楚 身后又传来了师姐的声音 段云转头一看 发现和刚才的长祖一模一样 段云的表情立即凝重了起来 这到底是为什么 这位美女在自己的意识中 不断地折磨自己 周而复始地循环 不愿意醒来 只是在为过去的自己赎罪 就在刚刚段云 在为如何才能帮助师姐而发愁时 一道冷冷的声音传来 为什么要阻止 好好看戏不行吗 外来人 段云一惊 赶忙回头看去 只见另外一个 和师姐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居高临下地 看着自己道 看着这个愚蠢的女人不断地循环死去 已经一百云点一测 这个过程真的是让人心情愉悦 你说是不是 段云一眼便看出了 此人绝对不是自己的师姐 应该是师姐放下的心魔 于是直接一终踢了回去 哪知那人直接出现在他身后 嘲讽了起来 没有了 你不管怎么样都奈何不了我 能让我消失的只有他 但你看看 他现在的样子 已经无可救药了 你何必再浪费时间 段云怒了 不许你诋毁我师姐 说吧刚想上前攻击 但那心魔已经到了他的眼前 看来你很敬重自己的师姐 但你要是知道 他为什么一直待在这里 走不出去的原因后 你还能像现在这样 真让人期待啊 没等段云挣脱 突然他就被心魔强行灌入了 不属于他的记忆 当段云理清这些记忆后 汗水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 原来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 杨永信当初找到了师姐 并苦苦哀求师姐告诉他 有关宗门密道的消息 看着自己的父亲下跪哀求 在经过煎熬的思考后 最终还是选择 相信自己的父亲 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他 哪知杨永信转头 就把这个秘密散了出去 一时间段云 只觉得自己的脑子都要炸开了 难怪之前上山的药道 明明都是由师兄们亲自把守的 却那么轻而易举地被攻破 原来是因为他们通过密道 来把我们打了个措手不及 才酿成了这惨剧 这时心魔又出来继续鼓破段云 这下明白了吧 看看他到底犯了什么错 哪怕他再死无数次 都无法为过去赎罪 哪怕是坠入地狱 也无法消除他的错 就是因为他害死了他所爱的一切 就在他以为段云 已经恨透了微微师姐的时候 不然段云直接打破了原来的循环 稳稳地抱住了师姐 这使得心魔大怒 你这家伙在做什么 为什么还要救这个女人 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段云直截了当道 我做什么你看不出来吗 当然是救师姐啊 心魔自己暴怒 直接魔化冲了过来 他的罪孽岂是这么容易地消除了 他所受到的惩罚还远远不够 快把他还给我 段云没给他好脸色 一拳打了过去 这是我们的事情 与你预关 心魔被这一拳做飞了出去 众虫砸到了墙上 无力地靠坐在墙边 接下来请你表演那些 让人惹心至极的场面吧 那些什么 一切都不是你的错 一切都与你无关的话 听着都让人呕吐的话 段云沉默片刻后 选择了不按套路出牌 对着师姐吼道 师姐你给我听着 这一切全都是你的错 段云知道师姐陷入循环 是因为对宗门的人 感觉到亏欠所导致 于是反其道而行 直接指出师姐对宗门 所犯的所有罪行 并自己代表整个宗门 向师姐开始问罪 这波操作反而让一旁的新摩勒开了花 虽然他不知道段云这是在搞什么 但他这样子毫无疑问 是增加了师姐的负罪感 这反而让自己更加强大 感受着这突然增强的力量 让他信心满满感觉有机会击败段云 于是新摩直接朝段云冲了过来 大声咆哮着 你这蠢货 感谢你突然送来的温暖 我会让你少受点痛苦 然而开始有多嚣张 后面打脸就有多痛 只见段云不慌不忙的 又是一拳把新摩给风飞了出去 新摩靠在墙上 简直无法相信 又是这熟悉的感觉 他到底是有多强啊 说罢便晕了过去 新摩解决了 段云便没了后顾之忧 上前一把抓住师姐的手 既然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 那接下来就想好要怎么补偿 我这个除你之外 宗门唯一活下来的人吧 师姐战战兢兢地问道 补偿 像我这种犯怎这么大错的人 就应该接受无尽的痛苦才对 段云直接打断了他 不 你应该活下去 用你这一生来重建宗门 才算是真正的赎罪 师姐听完后 更加紧张了起来 在别人看来 自己相当于背叛了宗门 是叛徒 就算受尽天下痛苦 都不足惜 没想到 居然有人说他可以活下去 并且重建被毁到的宗门 这人还是自己的师弟 宗门意义上唯一的幸存者 他再也绷不住了 眼泪稀里哗啦地流了出来 我真的还有活下去的资格吗 段云大声回答 当然有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过去了 你永远都是我最敬重的狮子 永远无可代替 文言 师姐哭得更是气不成声 以前的他 因为自己的过失 导致宗门被毁 找不到活下去的你 现在他终于找到了 荒荡一声 混了 他这么久的循环 最终被打破了 此时裁决会内部 杨家家主 杨静 正在和裁决会首领对峙着 杨永信虽然觉得情况不对 但这也不是他能控制的 所幸他们打起来 自己好滚水的窝鱼 首领看着底下的杨静表示 只要他愿意 收回刚才 对自己不敬的话 就可以考虑 放他一马 然而这态度直接让杨静更加的恼火 我告诉你卡索 我们理财会 就是看不惯你们裁决会的种种 才诞生的 现在是看谁的拳头大才有机会资格说话 你别和我摆出那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我已经不是之前的王 其实 杨静并不想这么快和裁决会撕破了 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杨成被段云杀了 而他们 裁决会明明有很多机会帮他解决段云 但他们却并没有 加上自己突破归来 刚好心仇旧分一起解决 首领也来火了 多少年 没人敢这样和他说话 与其颇具嘲讽道 看来 你对自己的实力很有信心啊 苦修多年 应该是 到达后天二品巅峰了 废话少说 来战吧 这次我绝对不会输给你了 杨静之所以这样自信 是因为他确信 卡索这些年来 都是在背后谋划行动 完全没有修炼的机会 他的实力应该和以前差不多 应该还在后天二品出街才对 这次我的一面很大 首领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 冷哼一声 老家伙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想什么 你就这么自信 我这些年都在原地踏破 杨静直接报一 多说无意 这三年来 我日夜修炼 再多次死里逃生中突破 终于是到达这个境界 像你这种隐居幕后的家伙 是不会懂的 说来也奇怪 首领看清杨静的境界后 胡怒反笑了起来 真不错 没想到你还触及到了一丝一品的能感 这实力 如果是三年停的我 肯定不是你的对手 但可惜了 杨静看着他这副态度 还以为他在虚张声势 直接一拳轰了过去 我看你挺能装啊 我倒要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庞大的真气 直接把首领所占的地方 轰成了渣渣 二品巅峰竟恐怖如斯 杨静不亏是身经百战之人 目光一直盯着首领的位置 哈索别装死了 你好歹也是二品的实力 哪会这么容易就挂了 突然他身后飘出一抹鬼魅的身影 紧接着便传来了首领的声音 你好狠啊 刚谈那招 你是想真的要我命吗 既然如此 你就不能怪我了 杨静反应很快 想要拉开距离 但下一秒一只大手 便拍打在他的肩膀上 直接用蛮力 把他按摩 跪到的地 这一幕发生的实在太快了 杨静脸都黑了 汗水不断地流了下来 这怎么可能 经过三年的生死磨练 本以为能一雪前耻 但却依旧 被按在地上摩擦 是中什么体 就在刚刚 杨静的自信心 被狠狠地碾碎了 此时的他 被卡索安跪在地上 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眼里只剩下恐惧 与不可置信 卡索悠哉出生 这三年来 别以为只有你进步 本以为是必死的局了 但卡索选择放过了他 他不甘心地问 没想到你这混蛋 居然已经达到了 后天一品的进击 但我不明白 为什么要放过 你就不怕我日后 再找你麻烦吗 为什么 你这岁数白活了我看 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 是武力解决不了的 我留着段云 是因为他曾经 接触过天之缘 他这个年纪 有这番实力 你们也不想想 是因为什么 想要从他口中得知 我们想要的 光靠蛮力 是不行的 杨永信见首领盯着自己 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首领大人说得对 随即转向杨靖道 家主大人 我们应该冷静一下 此事需要从长记忆 卡索见状满一点头 随即吩咐 接下来 要做的三件事 第一 先锋队继续潜伏监视 丑市长 要想办法 从他口中获取 解放天之缘的方法 第二是你们杨家 继续在金龙界渗透 注意不要让林家 脱离我们的掌控 至于段云 现在还不是时候 处理他 杨永信这时 又开始表忠心了 首领大人放心 我估计 段云他们肯定 会到我家抓我 来收集证据 但我已经布置好了陷阱 绝不会让人 抓到我们的尾巴 听完 卡索满意的转过身 这时他的脸都黑了下来 现在只能这样 汽车保帅了吗 杨静在沉默片刻后 最终还是选择妥协 这次可以听你的 但是以后 到了处置段云的时候 必须要让我亲自来 还有第三件事是什么 第三件事吗 第三件事 就是我会在日常生活中 慢慢去接近段云 确定天之缘的所在地 另外一边 段云和 微微师姐正凝视着 眼前的别墅 师姐此时 表情凝重 但眼神十分坚定 父亲这次 我绝对不会逃避 段云似乎看出了 师姐的心思 师姐 其实你不用 勉强你自己的 我可以自己来 师姐道 小师爹 这我必须亲自面对 我不能再逃避了 见师姐如此坚决 段云也不再犹豫 直接一脚 把门踹开 男左女右站好了 杨永信背对着两人道 终于还是来了呀 微微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再近距离看一看你 不知道能不能满足我 这个小心愿 段云无语了 杨永信 没想到你还挺淡定啊 是知道自己走不了吗 微微师姐 则是慢慢靠了过你 对不起父亲 我已经决定 以后为宗门而活 所以 我要亲手 逮捕你赎罪 眼看微微师姐就要伸手过去 段云顿感大事不妙 一把拉住师姐大喊 等等 这家伙不是杨永信 我们中计了 忽然坐在椅子上 杨永信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 段云急忙拉着师姐 火速离开了现场 一个月之后 轰动一时的案件终于告破 此时 在护卫队的总部女警官围上头掩盖真相一事 正在大吵大闹 凶手既然知道是杨晨 那么 他一定有可能是团伙作案 为什么就不能追查下去 局长颇感无奈 他何曾不想 顺藤摸瓜一网打尽呢 可是 杨靖早就找到了他 并把相关证据 全部抹除了 女警官还想继续施压 他不想放过这个 惩治坏人的机会 局长重重地叹了口气 杨家毕竟家大业大 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 是不能对他们怎么样的 小秋 你还是太年轻了 不过你放心 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在此之前 你要先学会折祸 随即 义正言辞到 你要相信 正义 或许会迟到 但绝不会缺席 另外一边 薇薇师姐在一堆废墟中 找到了张女的尸体 段云知道消息后 是无奈 好不容易推理出来的线索 就这样没了 看样子又要从头开始 师姐你先回来吧 现在一时间也不知道 该怎么办了 你自己在外面 也不太安全 薇薇师姐拒绝了他 小师弟 我会按自己的方法去查的 一有消息就告诉你 这段时间 你就休息休息吧 后面有的你忙吧 段云虽然担心师姐 但眼下也只能这样了 段云躺在床上 想着好久没回店里了 是时候回去一趟了 乃至刚到店里 见您便冲上来 想要干假 你这家伙 居然请了一个月的假 这个月店里的活 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你知道我这个月 是怎么过来的吗 李叔笑着问 你的事都忙完了吗 还没有 我只是这段时间有空 所以想回来继续工作 我应该还没有被开除吧 听到段云要回来工作 李叔十分开心 当然没有 既然回来了 那就帮店您搭把手吧 于是 几人便忙活了起来 感觉一切都回到了以前的样子 到了晚上 两人手牵着手回到了家 刚进门月娥就跑了过来笑嘻嘻嘻 姐夫你终于回来了 刚好明天开家长会 你们两个要不要都去 李叔看了看段云 表示自己要看餐厅没有空 段云一看当即一拍胸口 放心 我去 不就是开家长会吗 小意思 别看段云答应得这么快 其实他心里有他自己的小九九 想想学校里面的美女老师 这次去一定会很刺激 月娥和李叔看见段云这副模样 都有些无语了 姐夫 你是不是在想些什么奇怪的事情 段云心虚了 我靠这难道都能看得出来 于是 马上转移换题了 对了 你的班主任 还是那个廖文学吗 不是哦 我们的班主任 现在是一个美女老师 听说还在国外留过学 她叫慕容卿 现在可是我们学校的女神老师哟 慕容卿 段云脸色瞬间紧张了 难道是那个女人吗 护卫队总部 局长给予了女警官一个特权 并且成立精英小组选组 来应对接下来 有可能与鼓舞者接触所带来的麻烦 两名猪队友一听都乐开了花 这么说 引劫你升级了 而且 职务还不小啊 女警官并没有理会他们俩了 而是盯着局长说出来自己的想法 既然如此 我是不是有资格让任何人进入到选组 而且没有任何的阻碍 局长当即表示 这是当然的 我们现在急需重要占领 我相信 你选的人不会差的 女警官得到确认后 露出一副邪魅的笑容 那我就能放心地去做 另外一边 段云正在狂打喷嚏 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 我这修为也不至于感冒吧 总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这时 门口传来月娥的催促 姐夫 你能不能快一点 大男人的怎么磨磨叽叽 段云无奈 只能草草收拾一下 自己便出门了 两人刚走出去没多远 女警官便到了两人面前 我靠 疯婆娘 我就知道 今天没啥好事 女警官有些鄙夷地看着段云 真没想到 你居然还对小姑娘下手 段云无语了 当即表示 这是李叔的妹妹 话说 邱队长今天是什么风 把你吹到这来 老娘我刚升官 来这肯定是有好事便宜 不过看你这样子 应该是没空聊了 月娥听出了话里的意思 立马拉着段云的手撒娇 姐夫 你别丢下我一个人啊 必须要对我负责 段云脸都黑了 行行行 但你不要用这种 让人容易产生误会的方式 来表达啊 无奈之下 段云 看向了旁边的女警官 邱队长 你看能不能商量个事 女警官一眼 便看出了她的心 飞机把车钥匙丢了过去 你开车 我和你们一起走 晚上刚好吃个饭 段云知道 今晚吃这顿饭会 不些麻烦 但眼下 还是想稳住月娥 这个小姑奶奶在说 到了学校 月娥告诉段云 只需要在这里老老实实地坐着等 老实来就好了 可不要四处乱跑 说罢便和同学 笑嘻嘻地跑去外面玩了 过了一会 从走廊传来一阵高跟鞋的声音 段云猛地从桌子上抽起脑袋 我靠 这脚步声 该不会真的是她吧 如果是我要先溜才行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当教室门口被推开的瞬间 一个绝美的面容 映入眼帘 家长们纷纷露出一副痴汗的 而段云则是一个没坐稳重重摔了一跤 闹出的动静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慕容卿走上前来询问道 这位先生 你没事吧 幸好段云脸快一下子就转了过去 还避免被认出 但慕容卿还是不断上前关心询问着 我靠 既然如此那只能豁出去了 段云用真气强行扭转龙帽 一本正经道 多谢关心 这点小事无需在意 众人看到段云的容貌 也是大吃一惊 大家都是一个作者画的 凭什么你的画风就可以这样 段云看着大火的反应 暗自庆幸 可现在这样子 我就不信了 还能认得出来 慕容卿笑了笑 这位先生 没事再好不过了 那我们接下来 就准备开会吧 说罢便转身 回到了讲台 段云也松了口气 看样子是混过去了 接下来 只要再坚持一下就好了 就这样过了一个小时 家长会总算是结束了 大部分人都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教室 段云转头就要跑 但被慕容卿单独叫了下来 听到慕容卿喊自己 段云脸都黑了 笑嘻嘻地表示自己有事 需要处理 必须现在离开 段云先生 慕容卿拉住了他的肩膀 我们还是换个地方说话吧 文言 段云知道是躲不过去了 但还是忍不住土头 我靠 我这变装应该是完美的台队啊 怎么这都认得出来 这时 校门口来了一群人 正在急冲冲地往学校里面走去 此时的慕容卿 已经挽住了段云的胳膊 一脸崇拜地看着段云 话说 你是怎么认出我了 段云无奈的 慕容卿回答道 你可是我的初恋啊 就算你改变了容貌 我也记得 你的味道 还有你呢 让人崇拜的眼神 段云越听越尴尬 直接甩开慕容卿的手 要不要说得这么夸张 我唧啼疙瘩都要起来 慕容卿向段 云吐了吐舌头 好了 我逗你完了 原来 段云在几年前 被派下山去当鼓舞 掉头 那时候 慕容卿是他的学生 段云很喜欢慕容卿 能吃苦的性格 对这个学生过为满意 明明那时候 还是个可爱的小姑娘 怎么现在 却成了一个小恶魔 段云不自觉地 看了慕容卿一眼 慕容卿当即 抛了个眉眼过来 嗨 早知道 刚才就应该直接跑 话说 你之前不是被分配到了 某个护卫队了吗 怎么现在变成了老师 你说护卫队啊 他现在已经改变成了 天地玄黄四个小组 而我现在在玄组里面任职 至于我为什么在这里 段云教官你也不是外人 过来 我告诉你 段云看着慕容卿的眼神 将信将疑地 靠了过去 慕容卿凑到段云耳边 小声的难道 我现在在这里 是因为我们发现了 隐穴教的东京 听到隐穴教 段云的表情凝重了起来 这个教派 不应该早就消失了吗 大唐年间繁荣昌盛 古武者也达到了 最为底胜的时期 然而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一支 名为隐穴教的教派 悄然崛起 并且到处猎 杀古武者 最后双方展开大战 古武者以牺牲 三分之二的高手为代价 最终才得以剿灭 隐穴教 听到慕容卿的讲述段云 不禁有些疑惑 你说这里出现了 他们的踪迹 但这么多年了 按道理来说 隐穴教 不应该死灰复燃才对 而且 他们不是只对 古武者感兴趣呢 怎么会对普通人下手 慕容卿表示他 一开始也觉得奇怪 知道他看见了这个 说吧就把照片递了过去 不久前这个学校 有一名女生出事了 手法和隐穴教的一模一样 你不用怀疑是西方那些 吸血的家伙干的 他们还没有这个胆子 敢在我们的地方 做这种事 段云一听 感觉再冷 西方都是些 欺软怕硬的家伙 应该不是他们干的 那这算什么 渣渣叫派死黑妇人 不敢面对古武者 专挑普通人下手 这也太狗了吧 那你们现在有什么计划了吗 段云问 慕容卿黑黑一笑 要想个办法 把他拉下水才行 这样就有更多接触的机会 想到此他的笑容都要止不住了 别忙到 之前还没有 上面只是让我和组长来这里调查 但现在你来了 我就不用担心了 对了 我们组长可是个大美女 要不要介绍 给你认识认识 段云无语了 你这小心子 一眼就能看出来 以后有什么消息 直接和我说就行 不用搞这么多花里胡哨 不是吧 你居然怎么干脆就答应了 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 慕容卿随即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段云也不想多说什么 自己的小姨子 可是在这里上学的 她可不允许月娥出什么意外 不然怎么和书姐交代 这时一道急冲冲的声音 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只见女警官 2.0版本火急火燎地跑过来道 慕容老师 不好了 月娥被学校领导给叫过去了 感觉事情还蛮严重的 你们快点去看看 听到月娥出事 几个人火急火燎地往正叫出赶 没想到路上遇到了 前来表白慕容卿的富家大少 看着这满地的鲜花 段云感觉有些无语 对表白方式有点夸张了吧 有钱人的生活 都是这么扑张浪费的吗 慕容轻叹了口气 这人是方家大少爷 一直死皮赖脸的追悟 可我对他完全不感兴趣 一听 是个不要脸的无赖 段云直接选择无视 月娥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她并不想在这种身上浪费时间 几人快速离开现场 只留下满脸愤怒和醋意的方大少 我靠这男人是谁啊 为什么她和慕容小姐 好像很亲密的样子 此时的政教处中 两人正在给月娥乱扣帽子 月娥奋起反抗 其中一名保安 听了直接挥动拳头就要动手 月娥下的慌忙闭上了眼睛 这时段云的声音传来 小月 你做得很好 面对流氓 就应该奋起反抗 但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 你还是要学会大声求救 说吧 一把将保安摔倒东西 这是 另外一名秃头领导的 中年男子开口了 你居然敢在办公室行凶 这里可是有监控的 现在证据确凿 我只要报警 你们就完蛋了 不过 你们要是愿意给我磕三个头的话 我倒是愿意放你们一马 段云冷着脸 优贺 老子这暴脾气能忍 不给你点教训 真到我们好惹 随即周深气势磅礴涌出 你如果愿意给我们磕一百个头 然后再赔个百八十万 我倒也愿意给你一条生路 兔头领导面对段云 浑身冷汗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这家伙年纪轻轻 怎么会有如此气势 就当他不知道 如何是好时 校长出现了 兔头领导像是抓住了救命盗口 立马跑到校长身边床铁 校长越听脸越黑 这个老六我真的服 你是看不出来 这人和慕容卿关系不错吗 慕容卿现在 可是方大少的女生 这特梦 不是想砸老子饭碗吗 好了好了 别说了 你赶紧去给那位家长道个歉 这是 我都听围观学生说了 明明是你有错在先 却还想着颠倒黑白 兔头领导猛了 当场跪了下来 慕容卿走到段云身旁道 要不是我在 你该不会要把他们都揍一顿 段云黑黑一笑 这不是 料地你面子大吗 何况 你不帮忙的话 我这还有个暴力你没上场吗 段云也不想在这和这几个人瞎好 便和慕容卿打个招呼就离开了 这时 校长走来说道 慕容老师 方正少爷想请你一起吃饭 不知道方不方便 慕容卿本想拒绝 但觉得趁着这个机会 和他说清楚也好 于是便答应了他 到了晚上 只见两人正在一家高档餐厅中用餐 方正笑呵呵地表示 等下吃饱之后 我们不如去做点 别的有趣的事情吧 慕容卿哪里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当地表示自己 对他没有兴趣 我们两个之间 只能做单纯的朋友 虽然被直接拒绝了心情很不好 但方正并不想破坏 他在慕容卿心中的印象 便笑呵呵地表示没有关系 等慕容卿离开之后 马上就换了一副嘴脸 随即吩咐手下 那个叫段云的家伙 我要他永远离开慕容小姐身边 此时段云正呆呆地坐着 看着对面的女警官段云 属实无语啊 带着 你说 请问吃饭这没有问题 问题 是你选在牙叔店里 请我吃饭 吃到您啊 女警官则表示 大家都是自己人 不要太拘束 李叔在一旁悄悄地 看着两人谈话 见您都无语 叔姐如果真的在意的话 不如直接坐过去 李叔慌忙表示自己 才不是那种善变的女人 我说过要相信段云了 见您则表示 你的肢体动作 已经出卖了 你内心的想法了 就在两人刚要开始 谈正事的时候 一个小混混找上门来 指着段云大喊 我可找到你 你小子可真会躲啊 段云一脸猛逼 兄弟你找事 也要专业点 我在这里坐半天了 动都没动着 能躲哪里去 虽然知道是来闹事的 但他不想在书姐店里冻水 当即便掏出手机 打了个电话 小混混一看以为段云要摇人 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你小子摇人 也不看看 在什么地方 在本大爷的地盘 可起不到什么座位 段云一脸无所谓 你叫什么名字 小混混不以为然 当即爆出了自己的名号 下一秒 他那动人的手机铃声 便响了起来 在接完电话后 他整个人都不好了 脸色极其的难看 他的手下都在催促着 大哥快动手教训这小子 我们好久都没看见 你的大威天龙了 哪知接下来的一幕 直接让在场中人目瞪口呆 只见小混混直接跪了下去 并且不断的磕头道歉 段哥 段爷 小的有眼不识珠目狼马疯 不知道 您是我们伯哥的大哥 求求您放小的一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逿